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三十一集 国人暴动 共和乃生 西州王朝后期 当第十个州王立王姬湖继位的时候 西州的国力已经衰落到比较令人惊骇的地步了 史书记载 从周一王之始 王室遂衰 诗人作词 就是说 看到周王室统治权威丧失的局面 人们都纷纷地讽刺这种现象 而到了周一王执政的时候 尊贵的高高在上的周天子 有时也不得不屈尊去拜访一些大的诸侯了 当年 周公明定严格的周礼 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松动的现象 就在这种外族入侵 诸侯作乱 共赴前少 奴隶大量逃亡和起义的情况之下 周立王登上了王位 可是 这位周王并没有一丝的优惧之感 反而更加奢侈荒淫 贪婪残暴 他走上了王国之君的路子 周立王为了增加赋税 维持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 变本加厉地继续盘剥普通的百姓 可是 如何能够再立更多的明目 设立新税呢 周立王可真称得上是 冥思苦想 费尽脑汁了 不过他好像一时也没有再好的征税借口 就在这时 手下一个叫做荣夷宫的大臣 给立王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对那些重要的物产 征收专利税 所谓专利 就是把原来属于公有的 山川临泽占为王室私有 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 只要他们进山采药 砍柴狩猎 或者是下河捕鱼捞虾 都必须纳税 周立王听了这个计策 大喜过望 为了奖励荣夷宫 便任命他为亲事 唯以实行专利的大权 这个政策一出 立即遭到了老百姓们的强烈反对 立王燃指公有的山川临泽 触犯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 实行了专利之后 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民怨沸腾 许多百姓因为对外战争 和赴税的有增无减而纷纷的破产和分化 有的沦为奴隶 有的逃亡他族 国人怨声载道 议论纷纷而抨击暴政 这引起了立王的警觉 为了限制普通百姓民主义政 立王又任用卫国的巫师 严密地监视国人 禁止大家讨论国事 他下达命令 谁要是再敢议论国事 就杀无赦 政令一出 社会气氛顿时变得肃杀和恐怖 以至于人们走在大街上 只能是以目光彼此示意 或者是简单地打个招呼 都不再过多地说话了 一时间社会上的议论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立王感到十分得意 他自以为自己的手段高明 可是大臣之中有头脑的人 看到了政治危机的前兆 昭公虎感到了大难就要来临 形势加剧危机 他就劝告周立王说 百姓们实在是受不了了 专利税再不费除 恐怕会发生动乱 可是立王根本听不进去 他自以为残暴统治能产生效果 还沾沾自喜地对昭公炫耀说 你看 现在还有谁敢再说什么吗 昭公见其执迷不悟 便解释说 您把百姓们的嘴堵住 就像是把流淌着的河水堵住一样 一旦河滴绝口 伤人更多 如今国中百姓怨气冲天 这样会积累矛盾 一旦爆发则后患无穷啊 所以应该采用疏通河道治水的方法 来治理百姓 应该广开沿路 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 供您参考 大王以严刑郡法堵塞沿路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另外一个大臣瑞良夫 也告诫立王说 大王 您现在最大的危险 就是得罪了那些普通百姓 因为专利税 已经让他们不堪忍受了 但是这些逆耳中言 丽王根本听不进去 他依然是一意孤行 压榨百姓 压制言论 终于 一场声势浩大的暴动爆发了 国人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 小贵族 小商人 手工业者 也忍受不下去了 他们聚集起来 冲向王宫 要去找周丽王算账 起初 丽王还想把参加暴动的百姓 给镇压下去 可是 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连守卫王宫的士兵 也参加了反抗 周丽王眼看大势已去 只好带了一些随从 偷偷地溜出了王宫 狼狈地逃过了黄河 跑到了一个叫智的地方 智就是今天 山西省霍县 愤怒的百姓 因为找不到丽王 便把满腔怒火 发泄到了丽王太子 激进的身上 他们得知 太子已经跑到 昭公虎的家中躲藏 于是就包围了昭公的家 勒令他 交出太子 听着腐体外 震天动地的叫喊声 昭公是心机如焚 他心想 为了保护周王室的血脉 绝不能让人把太子带走 他考虑再三 决定用自己的儿子 假冒太子 交给了百姓 他把自己的亲生骨肉 送上了断头台 这才保住了 太子激进的一条性命 也平息了这次暴动 国人暴动以后 诸侯推举魏国的 贡伯河来设立政事 魏国是周朝初期 封国当中畸性大国 是东方的诸侯领袖 又因为贡伯河好行仁义 在诸侯当中较有威信 所以人们推举他 代行天子执政 贡伯河虽然是代理 但实际上却是在执政 问世尚同天子一样 所以这一年被称作 共和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841年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的年代 可考 贡伯河执政以后 采纳了招公虎的建议 废除了立王时的专利 减少了民目繁多的赋税 百姓们重新回到了原有居所 得以安生 社会又趋于稳定 史书上把贡伯河执政的时期 称为贡伯河时期 转眼14年过去了 周立王死了 太子激进也已经在 招公虎家里长大成人了 招公虎觉得实际已经成熟 于是上朝去对贡伯河及众大臣 说出了太子尚在人间的真相 朝中大臣惊讶之余 赶忙商量起如何安置太子之事 结果大家一致同意 迎逢太子回朝继位 贡伯河也亲自到招公虎家 把太子静接进了王宫 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 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宣王即位之后 在政治上比较开明 重新得到了诸侯的支持 但是经过这一场国人暴动 周王朝的统治已经变得外强中干 再也无法真正的兴盛起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周宣王激进 这位宝经风雨的周王 在招公虎的养育之下 长大成人 他目睹了父亲利王 因国人暴动而仓皇出逃的狼狈下场 同时也深深感触到了民众被压迫的忍无可忍之后 而爆发出的那份害人的力量 这些他全看在眼里 记在心中 所以他在继位初期 吸取了利王诗国的教训 易改父亲在为谁的交说淫义 和不惜民力的作风 他谦虚谨慎 勤礼国政 表现出了一幅 历经图治的样子 如果说周宣王激进 是西周晚期的一位 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中兴周王室的一代雄主 似乎也不为过 古代的很多诗歌 是对周宣王时代的 君臣将相的赞美和欧歌 我现在就从几个方面 来讲一讲宣王中心 在政治上 宣王修明政治 重新追踪起文武 成康等先王的治国遗风 广开沿路 任贤举能 繁育国家大事 他都同臣下商议 他启用了昭公和周公为宰相 同时还任用了一大批贤臣 玄王整顿立志 三令武申各级官员 不准他们贪财酗酒 欺压百姓 后来在清朝道光末年 人们在陕西奇山 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重器 也就是茅宫顶 顶内著有名文497字 在西周时期 这段名文可称得上是 惶惶俱致了 这段名文的内容就是 周宣王为中兴周氏 革除弊病而做的努力 这些毛宫顶所记录的事情 恰好印证了宣王时期 对丽王苛政的纠正情况 在经济上 宣王继位之后 便不及千亩 将宫田分给奴隶耕种 同时取消了 丽王时期的专利政策 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 在这些措施当中 不及千亩影响最大 所谓集田 其实就是借田 借助民力耕作的意思 在西周初期 土地为周王氏国有 周天子把土地划分为景田 让奴隶和平民 从事集体劳作 每到春天 周王都要亲临景田 举行集田千亩的仪式 并且做出进行耕作的样子 表示劝农之意 可是宣王即位之后 针对丽王时期的 专利政策和弊端 提出了不及千亩的政策 就是把王室和贵族的公田 分给奴隶进行耕作 然后收取部分成果 这一下可是触动了一些 奴隶主贵族的痛楚 他们对每年不再举行 隆重的集田仪式表示不满 认为宣王这样做 违背了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会引起社会动荡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 并不像那些奴隶主们的宣称那样 因为丽王时期的动乱 已经将昔日周王朝国有的土地制度 严重的破坏了 不仅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为私田 就连一些公田也被私有化了 丽王为了维护土地的国有制 而采取了暴力的专利制度 结果呢 引起了人民的暴动 而使自己付出了惨重代价 丽王逃亡以后 周王朝的土地所有关系 已经发生了瓦解 私有土地的增加 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既然土地私有都成了事实 那么基于原有关系上的集田仪式 也就变得有些多余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宣王的不及迁谋的政策 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同时还极大的缓和了 丽王时期形成的紧张的阶级关系 前面我们讲过了 周宣王不单单是一位政治家 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西州中后期 临近的一些游牧民族 一直对周王室进行骚扰 为了拱卫王室 宣王多次对外进行征法 后来又将弟弟友奉于正 将舅舅申伯奉于谢 作为首都昊京的屏障 公元前827年 就是在周宣王继位不久 他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他命令大将秦仲对西方荣人 发生了大规模反击战 可惜啊对西荣的战争一开始并不顺利 秦仲兵败被杀 但是周宣王并不甘心失败 他连续任用秦仲的几个儿子 重振旗鼓继续与西荣对战 最终周王朝取得了胜利 这里说到的秦仲和他的儿子们 可不是一般人物 他们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的祖先 因为征法西荣有功 秦仲的大儿子后来被封为西垂大夫 秦人的势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 周宣王还对北方南方的少数民族 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 连年的对外战争 确实使周王室夺回了一些失去的土地 也使得王室的威信逐渐地得到了恢复 然而这种靠武力支撑起来的忠心的表象之下 西周社会的各种矛盾仍然在继续发展 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了 有的呢甚至是蓄谋叛乱 在公元前789年 周王室的军队讨伐将荣 宣王精进了全国的兵力进行抵抗 也没有成功 最后不得不借助南国之师 才勉强打败了敌人 但是这一战 周王室也是损兵折将 几乎是丧失殆尽 宣王也险些被俘 更可怕的是 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几件 听不进去不同政见 甚至会为了一件小事而妄杀大臣 一次 大夫杜博受人诬陷而触怒了宣王 被关在一个叫做焦的地方 杜博的老友佐儒得到消息之后 急忙上殿劝阻宣王 而宣王却怒至佐儒道 大胆 在你眼中难道只有朋友而没有国君吗 这是什么道理 佐儒抗辩道 国君有礼 臣子就会顺从国君 如果是朋友有礼 臣子就要支持朋友 现在杜博并没有罪 不该问斩 所以臣要劝戒大王 不应该惩罚杜博 否则这就是大王的不是了 宣王听了这种话 立马大怒 心中更是不肯宽恕杜博 并最终将其处死 左儒看到宣王如此不想道理 又羞又气 回到府邸之后 就自闻而死了 这件事情之后 宣王冷静了下来 他感到自己的做法确实有些过分 便暗暗地悔恨起来 以至于寝食难安 心情颇为忧郁 一次他外出游猎 忽然看见杜博从路的左边钻出来 身穿红衣 头戴红冠 手持一张红弓 搭上一支红剑 朝着宣王就要直射而来 宣王随即昏倒 后来人们用姜汤把他救醒 可是宣王一直称自己心痛 三天之后就去世了 对于宣王的死 后人也有过不少猜测 现在有人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们认为 宣王很可能是死于关心病 因为宣王早年经历曲折 在昭公虎家中一直是战战兢兢的生活 精神高度紧张 继承王位以后 有多年勤于正式连年发动对外战争 作为决策者 想必是劳心劳力的 根据周宣王当时发病的症状反应 推测者排除了原发性心脏骤停的可能 因为宣王不是立即死亡的 而是死于心痛三天之后 同时推测者还排除了心脚痛的可能 因为心脚痛是冠状动脉精卵所致 是功能性病变 一旦精卵解除 就会立即恢复 不至于死亡 所以人们推测 周宣王应该是死于急性心肌梗死 也可能是伴有心律失常或衰竭 这种说法我们不妨孤妄听之 总之 宣王倒不失为一个历史名人 就连死后还给人留下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谜团 以至于今天 还有人对此 津津乐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三十三集 烽火戏诸侯 公元前七百八十二年 周宣王去世 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即位 幽王即位之后 当其传旨 李申侯之女为后 立子 依旧为太子 这个时候 周王朝的国力已经十分虚弱 但是幽王并没有像宣王早年间那样 奋发图强 反而对那种荒淫奢侈的生活 有着无尽的痴迷 这不仅弄得国政没有起色 而且使得本来在宣王时代 渐有起色的王室威信 再度滑落 这位周幽王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沉溺于享受 曾经创下了一连三个月 布里朝政的记录 当时有个叫包国的诸侯国 他的国君看到幽王如此昏庸 就前来归劝 不劝倒好 这一劝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大祸 他触怒了幽王被关进大牢 消息传来 包国国君的家人们焦急万分 为了能够救他出狱 他们多方打听可以融通的办法 后来他们听说 幽王非常喜欢美女 他们便对症下药 四处寻访 用重金买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 取名包四 他们交给包四宫中的礼仪 训练歌舞技艺 然后献给幽王 以求免除国君的罪过 果然 幽王见了包四而喜形于色 很快就下令把包国国君给放回去了 自从得到了包四 幽王便与他终日饮酒作乐 包四入宫不久 就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伯福 幽王为了讨包四的欢心 就找个借口 废了身后及太子遗旧 把包四立为王后 伯福立为太子 身后遭死厄运 怕儿子遗旧被包四加害 就让他去投奔外公身后 以保全性命 按理说 包四成为了国母 儿子又成为了太子 他应该是春风满面的 可是幽王发现 包四虽也是整日玩乐 可是从来没笑过 不管多么有趣的事情 他都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 这个让幽王觉得十分纳闷 他对包四说 王后 你生得千娇百昧 若是能开言一笑 肯定会令人更加销魂 而包四听后 淡淡地回答说 大王不知 剑妾生来就不喜欢笑 从来没笑过 幽王还是心存疑惑 于是下定决心 想办法 让包四一笑 幽王把国内最好的乐师 和歌舞演员都找来 在宫里表演 所有的大臣宫女 看得是如痴如醉 可是包四 却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幽王问他 这么好听的音乐 你都不爱听 你还想听什么呢 包四竟然回答说 这些中古萧瑟 有什么好听的 还不如听听 丝绸扯断的声音呢 听到包四如此回答 幽王以为 这样可以博他一笑 便下令叫人 搬来了一大堆丝绸 又找来了几个宫女 从早到晚丝绸子 没想到包四听了 更加不耐烦 不一会儿 扭头就走了 怎样才能让包四一笑呢 幽王再也没有办法了 他干脆出了一张告示 有能让王后一笑者赏金一千 告示一出 各种人争相来命 有的来讲 令人捧腹大笑的笑话 有的来表演一些 令人忍俊不禁的怪相 可是包四听了看了 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笑容 幽王的手下 有个大臣叫做国石赋 他是个刘须拍马的高手 他脑筋一转 想出了一个主意 是什么主意呢 我们还得从 周王朝的一种 军事制度说起 周王朝的时候 因为把许多贵族 分封到了各地为诸侯 以拱卫王室 可是一旦遇到 有敌人入侵王机 如何把诸侯召集起来呢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后来人们想出了办法 就是在都城周围的山上 建筑了许多烽火台 每临敌寝 便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粪 或者柴草 来向四周的诸侯报警 那些烽火台 遍布国中各地 相邻的两座城 能够相互看见 如果发现的敌情 在白天就点燃晒干的狼粪 据说狼粪点燃 其烟不散 能靠狼粪来传递情报 要是晚上遇到敌情 就点燃柴草 靠火光报告敌情 这样一台船一台 用不了多长时间 消息就会传遍全国 各地的诸侯 必然会率部队 赶到京都保卫王室 那个国师傅就想出了 让幽王点燃风火台 召集诸侯前来 这个馊主意 没想到 幽王听了这个主意 非常高兴 决定一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幽王带着包四 来到了离山之上 登山远望 一想到点燃风火台的盛况 他就兴奋不已 一道令下 顿时狼烟四起 刹那之间 一座接着一座风火台 接连不断地暴击警来 四面八方的诸侯得到警报 不知道是敌人进犯京城 还是发生了王室叛乱 连忙点骑人马 向着京城赶来救驾 本来点燃风火 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 可是幽王却拿这件事当作儿戏 诸侯们也没想到 当大家马不停蹄 日夜兼程 最后气喘吁吁地 赶到离山脚下时 却根本听不到 人喊马斯 刀剑碰击的喊沙之声 听到的却是一阵阵 美妙的音乐声 大家抬头一望 只见幽王和包四 正坐在高台上 喝酒逗乐呢 国师傅这个时候出来传旨说 诸位辛苦了 刚才是大王和娘娘 在放风火玩 没什么敌情 大家请回去吧 这一下 可把各路诸侯给气坏了 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是返回风国 可来时容易 去时就难了 先来的诸侯 气愤地掉转码头 就往回走 远处不明真相的援兵 还正在不断地远远赶来 如此一来 数路人马混杂在一起 没有统一指挥 就乱成一团了 突然之间 看着这种场面的包四 竟然破颜大笑起来 这一笑可怕幽王可看傻了眼 包四笑叶如花 比平日更加可爱 周幽王终于以风火戏诸侯的闹剧 博得了爱妃一笑 他也心满意足了 后来他又如法炮制了多次 虽然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惊喜 可是幽王却没有料到 周王朝的危险却一天仅四一天的来临了 再说废太子遗旧跑到外祖父身后那里 也没有躲过幽王和包四的迫害 公元前772年 幽王兴兵讨伐身后 想要杀掉遗旧 被逼无奈之下 身后于公元前771年 向犬戎兵攻打耗尽 幽王看到犬戎兵马打来 赶紧派人去点燃风火向诸侯求救 可是狼烟升起时 却没有一个诸侯前来救援 就这样 浩金被犬戎攻破 幽王逃到了离山脚下 被追兵所杀 包四也被犬戎裹挟而去 其实周幽王亡国的真正原因 并非如我讲的烽火系诸侯这个故事 这么简单 历史的真相其实是 当时的周天子已经几乎丧失了 对诸侯的控制力量 当周王室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 诸侯们大都敢于按兵不动 拥兵自保 当时在西州初期分封的诸侯国 如晋 正 齐鲁烟等都已经发展壮大 南方的楚国早就有了不少 清世王室的举动 加之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宗法关系 越来越疏离 他们也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 开始离心离德 此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下降到 和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力量差不多了 在这种形式之下 即便周幽王能够燃起冲天的风火 都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尽管幽王之死与包四有一定的关系 但如果说西州的王国与红颜祸水 有如何如何大的关系 那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了 这个离奇曲折的故事 虽然有许多不能相信的地方 但是他所反映的 幽王求援诸侯不救的情况 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三十四集 工商四关 2003年1月的一天 在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的 周勤发祥地 陕西省宝鸡市 梅县马家镇杨家村 有五位村民 在村砖厂北坡取土时 偶然间发现了一处 古代青铜器的轿藏 他们及时向政府文物管理部门 报告了情况 考古工作者们立即赶往那里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出土的器物当中 发现有名文的西周青铜器 27件 当年的3月9号 这些青铜器在北京 中华世纪坛举办的新出土国宝 青铜器文物展上 闪亮登场 一时间轰动了海内外 这批青铜器 据专家认定 是西周晚期的珍贵文物 距今2800年左右 他们之所以能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还是因为 这27件青铜器上全都有名文 总字数达4000多 其中字数最少的为11个字 字数最多的 一个四足富尔同盘 名文的字数达到了372字 这是迄今为止 我国已出土的青铜盘 名文字数最多的一件 这件青铜器的出土 被专家誉为 在西周青铜考古史上 具有画时代的意义 这些青铜器上 所记载的历史事件 不仅弥补了 早期西周史研究资料的不足 而且还为人们研究 西周晚期历史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这批器物造型精美 组合完整 包含锂器 酒器 水器 石器等 其中最大的铜顶 铜高58厘米 口径50厘米 重46公斤 其实 早在这批西周青铜器 发现之前的几十年里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们 曾多次在西周的遗址当中 发掘出土数量惊人的轿草 同时他们还发现 在我们华夏大地上 发掘出土的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具有许多不同地域文化的风格 由此可见 西周时期 青铜铜铸造业是相当发达的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成了当时青铜铸造业 如此发达呢 这个问题 还得从西周时期的 青铜野铸业说起 说到这个行业 可真是西周时期 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 在继承了前代青铜铸造成就的基础之上 它又有了更长足的发展 无论从青铜铸造业的分布区域 还是从青铜铸造的手工作坊的数量上 乃至从青铜器铸造的质量和数量上 西周的青铜铸造业的规模 无疑是十分庞大的 而这个庞大的铸造网络 始终掌握在奴隶主国家的手中 不仅是青铜铸造业 像什么涉及淘气制造 玉气制造 纺织等手工部门 也完全垄断在奴隶主贵族的官府手中 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享用和战争需要 这种制度就是所谓的工商四官制度 在这种制度之下 当时那些从事手工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都是官府的奴仆 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 从事生产和贸易 周王室和克克诸侯国都设有管理各种手工作坊的机构和官员 这个管理工商业的官员就是司空 而那些手工作坊的各类工政就是百工 他们就是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匠 也是从事手工生产的基层管理者 手工业工人被严格地控制在国家手中 他们不能自由迁徙 比起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来说 手工业工人的身份更为低贱 可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西周时期那些灿烂辉煌的手工业成就 就是那些所谓低贱的人创造出来的 说过了西周时期的手工业情况 我们还得说说那个时候的商业情况 毕竟工商四观中不能少了商人这一群体 同手工业的情况相似 西周的商业也被各王室各诸侯以及各级奴隶主掌握着 商人同手工业工匠一样也是属于奴隶主的 他们想要进行贸易 必须到城市中固定的交易地点 就是所谓的市 与手工业情况不太相同的是 因为商业活动流动性强 活动空间比较大 另外在进行贸易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确定的因素 官府对于商人的管理就不能像对手工业工匠那样严密而有效 西周时期在官商之外 民间的商业活动也是比较频繁的 毕竟通过经商可以致富的诱惑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 那时那些经商逐利的个体户们 在官府的市之外走街串巷进行秘密 甚至是非法交易的情景 也许就像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与城管捉迷藏的小摊贩的 只不过我们在现代 他们在古代罢了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工商四官这种制度 也许我们会产生许多疑问 所有的工商业被官府管理着 这多么像是一种计划经济啊 进行这种经济活动难道不是很麻烦吗 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将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结构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考虑进去的话 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制度的存在 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西州时期 各级奴隶主们大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都役之中 这些都役是当时各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工商业者们产生于这些都役中是历史的必然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上古时代 官府控制的工商业可以集中人力和物力 来进行大规模的工商业活动 特别是对于手工业来说 在当时的条件之下 产生个体工商业者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 都不太具备 如果没有官府运用政权的力量 要从事大规模的像采矿 冶炼和铸造这些劳动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工商四官这种制度 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解体 在那个时候工商手工业和私营商业 才开始大量出现 但是这种变化也是在官府工商业 原有的基础上出现的 正是原有的工商四官制度的长期存在 和官府工商业的发展 才为后来的民间工商业的兴起 提供了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是不能小看 当年的那种计划经济的影响力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35集 平王东迁 在讲东周的故事之前 我们还是要重温一下西周的灭亡 从根本上说 西周的灭亡并不是源于 包四的魅主祸国 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于 幽王的个人原因 主要是 当时奴隶制的周王朝的统治 已经衰微 社会的生产关系 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了 那个时候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使得西周末年 农作物的产量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平民对于丝田上的劳动 增加的兴趣 因而出现了 宫田荒芜的现象 传统的景田制 遭到了破坏 幽王时期 很多贵族破产流落 富有的庶民 以及新兴的地主 上升为新兴的贵族 当时奴隶的数量 已经很少了 农奴的数量扩大 奴隶主 不得不把土地 分成小块 租给农奴耕种 然后按照一定的数额 来收取田租 这样就逐步发展成了 具有封建性质的 生产关系了 而周王室 仍然用奴隶制的方式 进行统治 这就不大符合 历史演进的趋势了 就在这样一个 转折时期的历史关头 周幽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亲手为西州王朝的历史 画上了灭亡的句号 我前面已经讲到 尤王宠信包四 多次燃起风火 戏弄诸侯 引发了诸侯们的离心离德 后来 尤王还听信了 奸臣国师傅的挑拨 认为 废太子依旧 要联合他的外公 申侯谋反 于是下定决心 出兵讨伐身后 身后于是 派人前往西戎 请求他们帮助 抵抗周军 西戎其实早有侵略 周王朝之一 看到身后的请求 西戎首领大喜 所以发兵五万 同时联合申国军队 一起杀向浩京 出其不意地 将浩京围困起来 尤王见死警警 大惊失色 马上命人燃起风火 立刻风火台上 使狼烟滚滚 直冲天际 但可悲的是 尤王却没有等到 一兵一组 在无人救援的情况之下 浩京最终陷落 西戎兵将在城中 一通烧杀抢掠 最后放火焚烧攻势 周王氏积累多年的珍宝 全数被西戎掳去 游王也在梨山脚下被杀 包四被犬戎掳去 下落不灭 本来 深侯指望西戎人 在抢掠之后 能够罢兵回国 但是却发现他们 盘踞在浩京 每日饮酒作乐 丝毫没有退兵之意 无奈之下 深侯连写多幅密信 悄悄派人送往 晋、魏、正、秦等国 请求各国诸侯 能够发兵退戎 各国诸侯接到密报 这才知道 浩京这次真的是 城破亡死 国家遭到了大难 于是各国诸侯 星夜启程赶往浩京 齐心协力 杀退了西戎 西戎退去之后 各国诸侯 看到幽王已死 就与申侯商议 决定把废太子遗旧 从申国请回浩京 共同拥立为周天子 他就是周平王 当平王回到浩京时 亲眼见到浩京残破 顿感凄凉万分 此时此刻 平王百感交集 因为看到西戎 竹杀幽王的事实 也颇敢容人压境 处境艰难 为了避开西戎的威胁 摆脱王室的困境 平王打算迁都 于是 平王就与群臣商议 迁都到成州洛邑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 当时有大臣反对 认为 洛邑虽然居于天下之中 但是四面受敌 而浩京却有天然屏障 他左边有小山 寒谷关 右边有拢国 蜀国 而且卧也千里 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天府之国 如果平王要舍弃浩京 迁都到洛阳 其实这并不实际 但是平王权衡再三 还是决定要把都城 迁到洛邑 但这次东迁 并没有迁起原来的 封号二出的百姓 因此在洛邑建国的时候 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 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周平王最终把都城 从浩京迁至洛邑 史称平王东迁 从此以后的周王朝 便被史学家们称为东周 由于后来一部著名史书 《春秋》 记载了东周前期的历史 所以后人称这段历史为 春秋时代 经过幽王之乱 周王室的实力大减 平王东迁 主要是依靠诸侯的力量来实现的 其中晋和正两国出力最大 所以就有周之东迁 晋正是一的说法 这晋正两国 其实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 最为亲近 晋国始祖书渝 是周成王的弟弟 而郑国始祖还公友 则是周宣王的弟弟 在驱逐西戎的战斗当中 晋国的国君文侯处理较大 后来在平王东迁过程当中 又帮助平王攻杀了反对者 所以平王赐给他车马攻使 以及归赞等物表示特别感谢 同时还举行了一个重大的册封仪式 对晋文侯是一通的赞扬和夸奖 而对于郑国 平王更是礼遇有加 因为他和郑国的武功 在血缘关系上更为亲近 郑武功的父亲桓公是幽王的叔叔 也是幽王时期周王室的司徒 掌管着民政事务 后来在西戎入侵耗尽的时候 他为了保护幽王而死 而他的儿子武功 在后来驱逐西戎的战斗当中 也是身先士卒 为了拱卫王室立下了赫赫战功 所以平王让他继续担任司徒一职 辅佐自己治理国家 对于其他有功的雍丽诸侯 平王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 对魏国诸侯给予了进一步加封 封给功的爵位 对秦国诸侯则是破格将一个原来 替周王室养马的西戎大夫提升为诸侯 并把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分给了秦国 同时还许诺 如果秦国能够把西戎人赶走 收复以前失去的土地 那么那些土地也就化归秦国 此后 周王室对正国国国等诸侯国 给予了大量的土地封词 如此一来 周王室的土地就日益减少了 平王东迁故土沦丧 平王时期的周王室 只拥有东到行阳 西至同观 南到如水 北至沁水的方圆不过六百余里地区 再以后 诸侯们也开始逼亲王室土地了 到了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左右 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 仅有方圆一二百里了 与方圆数千里的诸侯国比起来 堂堂的周王室竟然沦落为一个小小的诸侯了 随着王室的衰微 西周初年 由周公制定的那套严格的礼乐制度 也逐渐地礼崩乐坏 很多诸侯也开始鉴阅礼数 不再遵奉王室 周天子的权威也更加滑落 更为尴尬的是 平王以后 周天子的权威不断成为强大诸侯所利用的工具了 因为没有诸侯再去理会周王室的朝供制度 周王朝的财政也出现了巨大的赤字 平王死后 王室竟然穷得连陪葬品都拿不出来 只得向诸侯国求助来办理丧事 从此 周天子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公主 再也没有力量控制天下了 而且东周数百年间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以文质武功文明天下的周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周平王东迁 郑武功因为护下有功 而受到了周王的信任 成为王室重臣 后来武功入王室 作为司徒辅佐平王 因为郑都行阳与成州洛邑很近 所以武功往来于两成 每隔一段时间 也会回到封国处理事务 公元前744年 武功去世 他的长子物生继位 就是郑庄公 庄公也继承了他父亲 武功在周氏的地位 郑国因公获奉了大片领土 又在周氏有着崇高的地位 成为春秋时期 第一个强大起来的诸侯国 而此时 周王室因为平王东迁之后 力量衰落 郑国也不再像从前 那么尊重他了 后来 平王又任用了国公 意图制衡权力 此举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 认为平王偏心 平王不敢得罪 就说 我没有偏心呢 于是他就和郑庄公交换了人质 就是周平王的儿子胡 在郑国做质 郑庄公的儿子胡 到周王室做人质 平王逝世以后 他的孙儿周桓王基林继位 他想任用国公处理政务 而郑庄公表现得非常霸道 他立即向国王报复 派遣军队进入王基 把边界麦田里的小麦都收割而去 稻米成熟时 再把稻米收割而去 桓王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后来 郑庄公到洛义朝见 桓王问他 郑国粮食收成如何呢 庄公说 托大王红服五谷风登 桓王做出了如释重负的模样说 那就好了 王基的粮食 我可以留下来自己吃了 然后送给了郑庄公 石车熟米告诉庄公说 请您收下 郑国如果有荒年的时候 请你不要再抢了 庄公受此羞辱 却能沉得住气 他用绸缎把石车熟米秘密包住 招摇过世 宣传说 宋国不久朝贡 国王赐下石车绸缎 命我讨伐宋国 结果 鲁国齐国都派出军队 会同正国作战 讨伐宋国 此后 庄公拒绝再跟桓王见面 以周王朝规定 封国国军三年不入朝进贡 即被视为叛逆 桓王终于大怒 以致忘掉了他的政府 已经不是当年的政府了 公元前707年 他亲自率领直属部队 又争调 蔡国 魏国 陈国 三个疯国的军队 讨伐宋国 如果在昊京时代 郑国只能是投降认罪 听候处分 可是 现在是春秋时代 一切都大大不同了 郑国不但不投降认罪 反而是出兵应战 一经接触 王师大败而归 桓王在逃命途中 被郑国大将祝丹 一箭射中左肩 眼看就要被俘 幸而 庄公是有政治头脑的 他急急地明金收军 祝丹就抱怨说 我差一点就把他捉住了 而庄公却说 范长且难呼 况感临天子呼 等天晚上 庄公派人送大群牛羊 到桓王御营之中 一面谢罪 一面请求赦免 桓王损兵折将 身负剑商 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是发布社书 狼狈而回 公元前707年的 社王重奸 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这是第一次 有一家诸侯 正面挑战周王的权威 而且取得了胜利 从此以后 一个奉强者为尊 以实力争霸的时代 开始了 而这个时代 正是由 正庄公开启的 尽管他没有 跻身后来的 五霸行列 但是他所发挥的作用 实在不能小觑 后人称其为 春秋小霸 而曾经高不可攀的 周王氏 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 只有在野心家 企图利用他的时候 才会拿出他的招牌 装点一下门面 公元前256年 周朝在最后一代亡 难亡死后 被秦所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周五王封太公江上于齐 让他作为东方诸侯之首 来控制东方 至东周时期 齐国更是日渐强盛 可是齐相公继位以后 却做了一系列荒唐的事情 其中最为可耻的是 他竟然与 已经嫁给 鲁国国君的妹妹司通 做了乱伦之事 最后还将鲁国国君谋害 引起了国内外的 一片反对之声 后来因其慌乱无道 终于被手下大臣杀死 齐国经历了一段 时期的内乱以后 在公元前685年 人们终于赢回了 在举国避难的 乡公之子 小白 继承了国君之位 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以后 任用管仲为相 实行改革 使齐国在经济 政治 军事等方面 增强了优势 特别是 管仲在军事上的改革 使得齐国实行了 曾经严格的长备军制度 这支军队 纪律严明 训练有素 废除了过去那种 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 避免了战争时 仓促成军的弊端 这样一来 齐国的军事力量 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当桓公觉得 称霸的时机已经到的时候 便向管仲问济说 现在咱们兵强马壮 我想会和诸侯建立霸业 以安定四方 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管仲略加深思 回答说 主公 当今南方的楚国 西方的秦国和晋国 都拥有强过我国的实力 可是 他们还都没有号称 能称雄于世的资本 你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桓公回答说 愿闻其详 管仲不慌不忙地答道 他们虽然各自独霸一方 但是 他们只知道扩张疆土 而不尊重周王氏 更不懂得 就用天子的名号 来号令天下 现在 如果您用尊王攘仪 相号召 我想不久之后 您就会在诸侯当中 树立起威信 管仲说的尊王攘仪 就是让桓公尊重周王氏 承认周天子 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同时 以天子相号召联合各诸侯 共同抵御 蛮夷荣等民族 对中原的侵略 齐桓公听管仲这么一说 便问 那我该怎样借用周天子的名义呢 管仲答悦 宋国最近刚经过内乱 至今各诸侯国 还没有承认宋国新军的地位 主公破方前许到成州去一趟 一来去朝和天子 二来请天子下令 会其诸侯承认宋军的军位 只要天子同意 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 召集诸侯了 桓公文听大喜 一计行事 立刻派使前往洛邑 朝见周天子 周王见到强大的齐国 前来朝和 心里顿时产生出一种 说不出来的高兴 前面讲过 到了春秋时代 许多诸侯已经不把周王 释放在眼里了 如今周王见到齐桓公 能够如此看得起自己 就乐于顺水推舟 把召集诸侯承认 宋国军位的这件事 派给了齐桓公 齐桓公得到了天子授权 便打算在公元前 681年3月初一 约及宋 陈 蔡等诸侯国 在齐国的北姓 也就是现在 山东省东阿市附近 大会诸侯 共同确认 宋国国军 伟齐临近 宋桓公早早就来了 对齐桓公发起的 这次盟会表示感谢 不久 陈国 郑国 蔡国的 秦桓公也陆续到了 但是到了二月最后一天 还是有一些 秦桓公没有来到 齐桓公有些不安地 对观众说 秦桓公还没有来齐 不如改个日期吧 观众立即回去说 第一次会和诸侯 我们不可失信于人 怎能改期呢 现在已经来了四国 可以开会了 于是大会按期举行 五国诸侯 会面蓄礼完毕 桓公说 我奉了天子之命 会盟各位 一同商量 怎样辅助王室 不过 我们得先推选出 一位盟主来主持大事 请大家公益 几位诸侯也深知 齐桓公的意思 就推他为盟主 随后 桓公率领大家 先向台上虚设的 周天子的座位行礼 然后宣读了盟约 大家约定 要尊重王室 辅助弱小国家 共同抵御 以敌入侵 盟约上还写明 如果哪一个国家 违背了盟约 其他各国要联合起来 共同讨伐他 各诸侯国都表示同意 然后煞雪为盟 在这次集会上 碎国诸侯因故未到 桓公便借着天子名义 实行了首次讨伐 吞并了碎国 初次显示了 霸主的威严 后来 齐桓公又和鲁庄公 举行了会盟仪式 并将近年来 攻占的鲁国土地 全部归还给了鲁国 诸侯们听说了这件事 都觉得齐桓公 还真是讲信用 对他不由地产生了 敬佩之景 都想着向齐国示好 魏曹两国也先后派人 来赔礼道歉 并且请求会盟 表示愿意服从 盟主桓公的领导 共同拱卫王室 讨伐不义 公元前六七九年 齐桓公再次约会 没有去北姓会盟的 魏政臣等诸侯国 在眷地 也就是现在 山东省范县附近 再次会盟 并在这次会盟当中 名义上确立了 自己号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从此之后 桓公便以霸主的姿态 号令诸侯 也尽力调解诸侯之间的纷争 同时 为了抵御 遗敌对中原各国的侵扰 他多次率军解救 受遗敌侵略的诸侯国 他曾不远千里 前去与北戎交战 解救了燕国的亡国之难 也曾讨伐敌人 解除了敌人 对刑国和卫国的包围 这一系列的攘夷之举 使齐桓公 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不但巩固了霸主的地位 而且又使得很多诸侯国 又加入到 与齐国会盟的行列 就在齐桓公 威震天下的时候 南方的楚国 也是跃跃欲世 妄图向中原扩展 为了打击楚国的气焰 同时也显示一下 霸主的声威 齐桓公在公元前656年 联合鲁 宋 陈 魏 许 曹 正等诸侯国 以楚国不遵奉周王室 不向天子进贡为名 来讨伐楚国 楚国本来就想兵戎相见 但是看到自己 确实理亏怕引起众怒 最后只好妥协 于是 齐书两国在昭陵 现在的河南省衍城附近 进行会盟 楚国表示 愿意恢复对周王室的进贡 并表示 承认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为了巩固这一胜利 公元前651年 桓公再次召集 鲁 宋 魏 许 曹等诸侯国 在蔡丘 也就是现在 河南兰考县附近 进行会盟 在这次会盟之中 当时的周天子 湘王特地派大臣 给桓公送来了祭肉 红色的弓箭 以及朝福之车 这种赏赐可不一般 因为按照周礼的规定 天子祭祀祖先的祭肉 只能赏赐给 同姓的诸侯国 用来表示血缘关系 而祺国原是没有享受 这种祭肉资格的 但是周湘王如此看重桓公 表明了祺国霸业的大获成功 从此 祺桓公就正式登上了 中原诸侯霸主的宝座 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三十八集 管仲的功与过 在春秋时代的前期里 管仲大概要算得上是一个 能和一隐江上媲美的人物了 从历史记录上看 他似乎还高出了那两位前辈一筹 这是因为 他不仅辅索君主 定国安邦 而且自己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他身居祺国的要职 手握重权 因而有可能顺利地贯彻 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推行了自己的治国方略 从实践的结果看 祺国确实是因为管仲的改革 而大获成功 管仲辅佐齐桓公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遂称霸中原 使其成为了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管仲在齐国相位长达四十多年 功成名就 既是学识丰富的思想家 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 这在先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中 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 根据历史记载 管仲在年轻的时候就相貌堂堂 财气横溢 曾与好友报书牙合伙经商 正是早年的经商实践 使他积累了许多关于国际民生方面的知识 为日后治理齐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他去世以后留下了一部管子 成为了后世的人们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书 如果说这部书是一部古代的经济学全书的话 也绝不是过分的夸张 这部书中的内容涉及经济问题特别多 所论述的范围也十分广阔 像什么对外贸易 宏观调控 价格 市场货币垄断等等 几乎把当时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包揽无遗了 管仲担任齐国的相国以后 立即向齐桓公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 有关这些理念 后人可以从后来齐国的内政 经济 军事 外交等四个方面的改革 来检验他的实用性 这句名言就是出自管仲之口 自从这句名言被记录在案以后 就不断地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诵读 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恰恰证明了 管仲治理齐国是以富国富民为基本出发点的 在经济上 他打破了景田制的限制 实行按土地好坏分等级进行征税的制度 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们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齐国农业的发展 同时 因为齐国是个临海的大国 管仲就号召人们充分利用大海的有力条件 发展愚言事业 设置盐铁官来督导 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倡讨国富政策的同时 管仲更没有忘掉民生 他认为 军人者以百姓为天 百姓与之则安 辅之则强 非之则威 备之则亡 他还提出了 霸王之所实也 以人为本 本质则国固 本乱则国威 我们可以看到 以百姓为天 以人为本 这些闪耀着智慧的话语 真是反映出了管仲的 深刻政治经验 管仲在位期间 实行了一系列 富国利民的措施 因而取得齐国的经济繁荣 民风淳朴 综合国力 空前强大 为齐桓公的霸业 奠定了坚实的 经济基础 在总结历史成败经验的基础上 管仲对齐国的 市农工商四类人 加强了管理 他告诉齐桓公说 对于市农工商四种人 不能让他们混杂 在一起居住 如果那样的话 很容易把民风搅乱 人们就不容易 做好本职工作 鉴于此 他把齐国分成了 二十一个乡 市农工商各自居住 以五家为一单位 不得迁徙和杂拒 同时把农村分成五鼠 三十家为一亿 十亿为一族 十族为一乡 三乡为一县 十县为一鼠 每鼠九万家 各级分别设立行政官员管理 同时还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 任贤使能 在一定范围内 打破了西州以来的官僚世袭制度 扩大了人才的来源 这些改革 从内部稳定了齐国的政治 也是齐桓公日后能有资本 称霸于世的因素之一 然而 俗话说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管仲当然也不例外 管仲晚年 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 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 没有安排好接班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还得从一个故事说起 齐桓公晚年 身边常有几个宠信的人 但是这些人 并不是治国安邦的人才 而是一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 在管仲等闲臣在位的时候 他们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太多的显露出来 这些人中 在齐桓公身边有个叫做树雕的内侍 由于他善于谄媚 往往能够投桓公所好 深得桓公的宠信 树雕少年进宫 侍奉桓公 他出身贫寒 却聪明伶俐 他也很会留心观察桓公的生活习性和内心需要 更会世事投其所好来满足桓公的需要 桓公也是经常的夸奖他 久而久之他就成了桓公离不开的人了 由于齐桓公一号美食二号美色 树雕就从这两个方面取悦桓公 当时有个叫易牙的人 烹饪技术非常好 树雕就想尽了各种办法与他结交成了朋友 易牙也是一个贪力忘义的人 他与树雕混在一起 真可谓是臭味相偷 有一天 树雕把易牙推荐给了桓公 桓公听说易牙扇烹饪 就说 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 只是没吃过人肉 不知道人肉的味道怎么样呢 这句话本来是玩笑话 而易牙却把这句话牢记在了心里 一心想着怎么样能做顿人肉给桓公吃呢 后来他看见自己的儿子白白胖胖的 想到如果拿儿子的肉做菜可能会很好吃 他竟然狠心地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 给桓公做了人肉餐 不久之后 桓公知道一盘鲜嫩无比 但是从来没有吃过的肉菜 心中好奇 便询问易牙这是何菜 易牙告知 这是用他儿子的肉烹饪成的一道新菜 听闻此 桓公大感意外 虽然内心并不是十分舒服 却被易牙杀死为自己做菜的行为所感动 认为易牙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亲生骨肉 从此 桓公也就愈发地宠信起易牙来 关于美女 树雕也是想见了办法为桓公寻找 后来有个叫做开芳的大夫 向树雕推荐了魏义公的女儿 魏义公的女儿果然美貌 树雕便用各种手段将其弄到手 然后送给了齐桓公 桓公非常高兴 此后对树雕一牙开芳 更是宠信不衰了 不过好在管仲等人在位 他们还是比较收敛的 不敢太多的干预政治 然而管仲死后 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公元前六四五年 当管仲并危之时 桓公曾来问管仲 身后谁可以胜任相国一职 管仲虽然将宁器 豹书牙等贤臣的优劣一一指出 却并没有明确何人 能够胜任他以后的工作 另外 在谈到树雕 易牙开芳这三个人时 虽然告诫桓公这三个人在做事方面十分不近人情 而且他们还居心叵测 是万万不可亲近的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说出一个具体的人来代替自己 殊不知 当管仲去世之日 正是这三个奸人的欢庆之时 齐桓公晚年 由于失去了管仲这样的人才辅佐 被那三个小人扶持 奸英们为所欲为 做出了许多倒行逆施的事情 使得管仲苦苦经营四十多年的齐国顿时大乱 更为可悲的是 曾经叱咤风云的齐桓公 最后也因为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 而死在了这伙人手里 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 便相互争夺齐国国君之位 齐国最终还是发生了 树甲相公骨肉相残的悲剧 历史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呀 这一结果无疑是一大历史悲剧 也是作为杰出政治家的管仲 留给后人的一大教训 这个值得后人深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39集 重尔归晋 晋国是一个与周王朝关系 最为紧密的诸后国 他的立国始祖 乃是周武王的儿子 成王的弟弟书渝 疏于立国以后 传国至昭吼 其间共立了十代国军 但是在昭吼之后 晋国却发生了长达六七十年的争夺王位的内战 经过一次次的血腥杀战 公元前六七八年 晋王室的庞之 取卧武功 一举平定了内乱 谱写出 晋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由此 也为晋国 开创了一个 新的时代 武功死后 其子 宪功继位 宪功也是一位 比较有作为的国君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的 齐楚秦等国 已经发展成为 地方千里的大国 对晋国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发展 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以便与诸侯 争霸天下 晋宪功 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经过扩建都城 发展军事力量 还对周围的小国 进行了逐步兼并 从而扩大了晋的 领地范围 使晋国 也走上了 薄星之路 但是 就在 宪功历经图治的时候 王室的内部 也滋生出一些 内乱的苗头 宪功晚年 他年轻漂亮的夫人 黎姬 便导演出一起 以树带掌 争夺军位的 骨肉香残内乱 公元前六五六年 黎姬之子西齐 被县公立为储君 长子深生被逼自杀 另外两位公子 崇尔和乙武 亡命出走 公元前六五一年 也就是 齐桓公 奎丘惠盟的那一年 进县公并逝 西齐 继承了军位 但是不久 又被大夫李克等人 四死在县公林前 这以后 晋国内乱 愈演愈烈 公元前六五零年 外逃的乙武 返回晋国 做了国君 就是晋惠公 惠公的继位 并没有使得晋国 从内乱当中摆脱出来 反而因其对内 党同伐义 对外背信弃义 招致国内外的反对 使晋国陷于了 内忧外患之中 公元前六四五年 晋秦两国爆发战争 晋国遭到了惨败 惠公齐齐手下大臣 成为了秦国的阶下囚 最后 晋国不得不与秦国 签订了城下之盟 这才使得惠公 得以保全性命 内乱及战争 严重阻碍了 晋国称霸天下的过程 直到公子崇尔归国执政 才使晋国 真正走上了 称霸之路 崇尔年轻的时候 就十分爱好 结交贤士 他身边先后聚集了 一大批贤臣 后来 因为发生离机之乱 崇尔逃出晋国 那些贤人也都甘愿 和崇尔一起出王 最初 他们逃到了敌国避难 进惠公继位以后 为了防止崇尔回来和他争位 便派人去敌国刺杀他 崇尔手下的胡毛 胡彦兄弟得到了消息 立刻告知崇尔 他们便仓皇逃离了 避难多年的敌国 他们觉得 齐国可以投靠 于是就上路 赶往东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 崇尔等人终于来到了齐国 齐桓公热情地接纳了他们 不仅供车送马 送米送肉 招待特别周到 还把齐国公室内的女孩子 齐江嫁给了崇尔做夫人 崇尔异常感激桓公 在齐国前后住了七年 可是公元前六四三年 齐桓公去世 齐国发生内乱 追随崇尔的几个人商量着 要离开齐国 可是崇尔迷恋上了目前的安逸生活 整天陪伴着美女齐江 大有在此终老的意思 后来胡毛胡燕等人联合齐江 借机灌醉了崇尔 然后让胡燕等人悄悄地将崇尔台上车 连夜送出了齐国都城 从此以后 这群流亡的晋国贵族 相继又来到了曹国 宋国 楚国等地 虽然他们是流亡之身 但是各国国君早已目得崇尔的大名 也对他手下那批贤人敬佩不已 所以崇尔君臣所到之处 各国都以国君之力来招待他 在楚国期间 一次崇尔与楚崇王喝酒聊天 崇尔问崇尔说 公子若回到晋国 打算如何回报我呢 崇尔听后 十分恭敬地答道 如果真能脱大王的红服 我能够重新夺回国君之位 一定与楚国和睦相处 万一两国打起仗来 我一定下令晋军退避三社 来答谢您的恩情 古时候走路 三十里叫一社 退避三社 就是向后退九十里 楚成王听后 觉得崇尔志向高远 又称霸天下之志 将来一定会成大事 便更加的尊重他了 不久之后 秦穆公打听到崇尔的消息 派人来楚地接崇尔 打算帮助他重返晋国 崇尔文逊十分高兴 对楚成王千恩万谢之后 带着一行人随秦国使臣而去 秦穆公见到崇尔到来非常高兴 也将女儿嫁给了崇尔 并积极地为他谋划 回国大事 后来 晋汇公之子怀公 在晋国又行不义 闹得人心离散 秦穆公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要亲自率兵 护送崇尔归国 帮助他夺回军位 公元前六三六年 秦穆公派兵 护送崇尔渡过黄河 自己带兵 住在黄河西岸 以示居持 晋人见到崇尔回来了 人心大振 军民纷纷表示欢迎 晋怀公 见到民心都倒向崇尔 便弃成逃命 不久 被人杀死 晋国的文武大臣 拥戴崇尔为国君 史称晋文公 晋文公由四十三岁起 开始逃难 到即位的时候 已经是六十二岁了 在外邦颠沛流离 整整十九年 崇尔做了国君以后 吸取了在各国所学的 治国经验 将其运用到 自己的治国策略当中 重新整顿国内政治 安抚人心 广纳人才 富国强兵 使晋国很快 就强盛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集 晋文图霸 晋文公的宗明才智 和流亡生涯 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人生 和政治经验 他即位之后 立即展开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 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效果 就在他即位的第二年 东周王室发生了一场大的叛乱 当时 周湘王的义母帝 王子戴 与敌人联合 将湘王驱逐出成州 自立为王 湘王逃奔正国 手下大臣向湘王建议 便观各路诸侯之中 只有晋国和秦国 有争霸天下的志向 所以分别派人 向晋文公和秦牧公 告急求援 晋文公敏锐地抓住了 这一政治良机 他一面派人去秦国 告知自己已经出兵秦王 请秦国不必劳师 一面亲自带兵 迅速进攻 叛军盘踞的城市 抓住了王子戴 在此期间 晋文公还派人 将周湘王 迎回了成州洛邑 湘王复位以后 为了表示感谢 便将杨凡等地 赐给了文公 晋文公执政不久 就立下了秦王的大功 不仅更加巩固了 他在晋国的地位 而且此举 令各诸侯刮目相看 晋国的政治地位 大大提高 俨然有了当年 齐桓公尊王攘仪的风范 但是 晋国想要称霸天下 还有许多问题 急需解决 当时 南方的楚国 便是一个劲敌 晋王想要称霸天下 必须先征服楚国 楚国 自公元前704年 便率先抛弃了 周王室的封号 当时的国君雄通 自称武王 开了诸侯称王的先河 从此以后 楚国先后吞并了 南方与中原地区的 许多小国 把势力逐步地 推向黄河流域 公元前638年 宋楚洪水之战当中 楚国一战而胜 臣服宋国 顿时威震诸侯 迫使许多诸侯国 接向楚王朝贡 公元前634年 楚国判楚归进 第二年 楚国派兵伐宋 包围了宋都商丘 宋国无奈 只能向晋国求援 接到了宋国的 告辑文书 晋文公立即召集大臣商议 鉴于楚国实力强大 他们决定 避其锋芒 打算先攻打 楚国的附属国 曹国和魏国 以吸引楚军前来救援 寻机与楚军决战 楚城王听说 魏曹被困 便从围困宋都的军队当中 分出部分兵马前去救援 然而 楚军主力继续围攻宋国 并没有完全实现晋国的计划 所以 宋国再次高级 面对顺势而变的战局 晋国元帅先诊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 让宋国众礼 贿赂秦旗 让他们出面 干预宋楚战争 进行调解 二 将夺得的曹魏两国的土地 赐给宋国 用来弥补宋国的损失 以激励军民斗志 继续坚守待援 一旦楚国拒绝了齐秦的调停 就会得罪齐秦 从而促成齐秦与晋 结成反楚的军事联盟 使得楚国陷入到孤立的境地 果然 事态正是如先诊分析的那样发展的 这回 楚城王中了晋国之计 决定立即停止进攻宋国 下令全军撤退 以待有力时机 再图对晋的作战 于是 楚王命元帅紫玉 统帅楚军 立即撤兵 同时 特别派人告诫他 不要刚愎自用 不要紧逼晋军 楚王尤其叮嘱紫玉 因为敌我力量相当 明知不能取胜 就应该知难而退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楚帅紫玉 拒绝执行撤军命令 他仍然想攻下宋国 想和晋军 决意死战 楚城王虽然对紫玉 违抗命令有些不满 但是最后 还是纵容了他 紫玉是个狂妄自大的人 他先是命人到晋营谈判 让晋国恢复魏国和曹国 然后他可命储君解宋都之位 他妄图以死来逼迫晋国就范 而晋国大将先枕 一下子就看出了紫玉的阴谋 但是他在来史面前没路声色 其实他已经下定决心将计就计了 他便对晋文公说 如果我们不答应储君的这个要求 必然会将 楚国 魏国和曹国 这三个国家都得罪 而楚君又获得美名 不如我们私下里 允诺曹魏两国复国 用来离间他们和楚国的关系 同时把楚国使臣扣押起来 以激怒楚国 紫玉必然会大怒 而寻找机会与我们决战 这样就解了宋国之位 晋文公文记大喜 随一记而行 就这样 晋国先后迫使 曹魏国军分别写信 表示要服从晋国领导 而与楚国断绝关系 这一下子 真的把紫玉激怒了 他没有再仔细考虑 便撤出了围攻宋都的军队 然后集结全部兵力 转向曹国境内 准备直接的向晋军进攻 公元前632年 晋楚终于是正面交锋了 楚军从宋都撤围 摆出了全力进攻的架势 本来 先诊想利用楚军连日攻颂的疲惫 而立即与楚军决战 但是胡衍起身 秉奏晋文公 要他不要忘记 当年在楚国许下的诺言 那就是 如果晋楚兵戎相见 晋军就退避三社 以示报恩 文公觉得胡衍说得有理 立即表示 不会失信于楚 便下令晋军退让三社 晋文公以此 达到了取信于诸侯的目的 实践了自己在楚避难时的诺言 战争一触即发 晋楚双方在城浦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范县境内 摆开了决战的真实 这一天 决战开始了 楚军元帅紫玉发出了 今日必无尽的号令 命令楚军大举进攻 而晋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 再次利用了紫玉 骄横狂妄的心力 引诱紫玉 孤军深入 两军短兵相接 杀得难解难分 护有胜负 先真看到 一时难以取胜 便及时地改变策略 以晋国上军假意撤退 继续引诱楚军深入 而以少数的部队 坚守中军阵地 自己则率领中军主力向右迂回 夹击楚军的左翼 这一下子便把楚左军 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然后晋国的上军 立即调转队形参战 经过了一番激战 楚军有些支撑不住了 逐渐陷入重围 但楚军将士的斗志也十分顽强 还曾经一度打乱了晋国中军的阵脚 多亏先真当即立断 斩杀了扰乱军心的将领 稳住了局面 先军一发之际 晋军连破楚国左右两军 使得楚率紫裕自将的中军暴露无意 这时 晋国三军合力参加会战 对楚军形成了合围 紫裕见大势已去 在晋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 率兵撤退 逃出了包围圈 晋军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紫裕没来得及返回楚国 就在途中受到了楚王的殉责 羞愧难当 最后自杀身亡 成仆之战 是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力 他大错了楚国的锐记 此后 楚的盟国纷纷被土而投向晋国 同年 晋文宫又请周湘王到晋土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原阳县 大会诸侯 湘王立晋侯为晋博 给予其亡命 可以代替天子 讨伐诸侯 自此 继齐桓公之后 晋文宫取得了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成仆之战的胜利 虽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 但是 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 并没有减少 晋 秦 楚 齐等大国之间 更是如此 成仆之战以后 公元前627年 发生晋秦 晓之战 公元前597年 发生晋楚 碧之战 公元前589年 发生晋齐安之战 公元前579年 发生晋楚 燕陵之战等 直到公元前 546年时 晋楚等十四国 蒙于宋都西门之外 楚国前来争蒙 晋让楚先 从此结束了晋国 独霸天下的时代 形成了晋楚 共霸的局面 公元前482年 晋吾会于黄池 吾王列宾结盟 晋国竟然退让 从此才标志着 晋国霸业的 正式结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一集 秦霸西荣 就在晋门宫称霸中原的时候 地处关中的秦国 也已经强盛起来 我们前面也提到 秦国的祖先 因为辅佐和护卫周平王 东千有功 所以被封为诸侯 受封于齐乙西 但是秦国的封地 处于荣敌部落之间 所以此后 秦国与荣敌各部落 发生过多次战争 通过战争 秦国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后来秦国建都在一个 叫做雍的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凤祥市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到秦木工的时候 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有了很大进步 国势也日趋强盛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有关于秦木工的故事 公元前六五九年 秦木工继位 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为了富国强兵 他激起昭贤纳士 以图霸业 而为了能和其他诸侯逐鹿中原 秦木工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东方 但是想要向东发展 秦国就必须驱除 晋国在黄河以西的势力 打开通向东方的道路 但是以秦国当时的实力 还不足以与晋国抗衡 所以秦木工审时夺势 采取了结交晋国的策略 秦木工继位之后 过了几年就向晋国求婚 迎娶了晋献公的女儿为妻 就在娶妻不久 木工便发现了 在妻子陪下来的奴隶当中 竟然有一位仰慕已久的贤人 他就是白里西 我们现在常常说起的成语 纯王齿寒 便与白里西有关 根据细载 有一年晋国出兵攻打国国 但是两国之间 还隔着一个小诸侯国 叫渔国 晋国想要灭国国 必然要借到渔国 为了能让渔国借到 晋国君臣设下妙计 让人带着宝马美裕 前去贿赂渔国国君 请求借到渔国 讨伐国国 渔国国君满口答应了下来 当时渔国有两位贤臣 一个叫做公之旗 另一个就是白里西 公之旗曾劝渔国国君 不要借到给晋国 指出渔国和国国的关系 就像是嘴唇和牙齿一样 一旦嘴唇没有了 牙齿一定会受伤 但是渔国国君 还是贪图宝贝 不理会公之旗的劝说 但是公之旗并不甘心 还要劝谏 不想被白里西拦住了 白里西对公之旗说 像一个蠢人进中言 就好比把宝贝扔在路上 你想想当年下朝的关龙旁 和殷商的笔干的下场 我看你现在有危险了 所以劝你不要再继续劝谏了 后来公之旗爵的白里西言之有理 便带领全族老少逃出了渔国 可是白里西却没有逃走 等到晋国灭亡了国国 在返回的途中 果真灭亡了渔国 同时还将渔国国君 努为奴隶 白里西也在其中 当晋县公嫁女来秦国的时候 白里西作为陪嫁的奴隶 也来到了秦国 不过没过多久 白里西便逃往了楚国 被楚人捉住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立即派人到楚国 想要重金赎回白里西 但是又害怕楚人生疑 所以呢 故意称 有个陪嫁的小臣逃到了楚国 秦国想用五张黑羊皮 将其赎回 这个交易最终成交了 当白里西回到秦国 秦穆公亲自来迎 并诚恳地向他求教治国之道 白里西对秦穆公说 我是一个亡国之臣 况且已经七十多岁了 实在没什么可以值得教你的 秦穆公恭敬地说 于国之王罪不在您 都因为于君没有听从您的劝说 才有此解 穆公坚持求教 白里西见其诚恳为之感动 遂还礼于穆公 两人连续三天 谈论治国方针 穆公感到毛色顿开 十分高兴 不久 白里西还向穆公推荐了 宋国的贤人 简淑 这二人一同辅佐穆公 来治理国家 后来 穆公又将西荣的贤臣 由于争取到了秦国 由于为穆公以后 征伐西荣出力很多 有了一批贤臣辅佐 秦国的国力不断上升 社会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 就在穆公历经图治的时候 他的殷亲之国 晋国却发生了内乱 穆公从东晋的长远利益出发 接纳了来此投奔的晋国公子姨吾 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公 后来又派兵保护他回国即位 帮了姨吾的一个大忙 转眼之间时光流转 穆公执政二十多年的时候 晋国的流亡公子崇尔也来到了秦国 因为两国有殷亲之好 穆公对其招待得极为热情 不但嫁女给崇尔 最终还帮助他归国夺回了军位 可以说穆公有拥立两位晋国国郡的大功 不过咱说句实话 在扶走了晋国两位军主之后 秦穆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婿晋文公 取得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而自己却没有获得什么好处 心中也难免产生了些许不平 他想尽快东晋 为秦国争霸天下 打出一片天地 公元前六二七年 秦穆公不顾老陈百里希简叔的冒死劝剑 趁晋文公去世时期起兵偷袭郑国 后来因为郑国早有准备 秦军没有得手便改变了策略 脱袭了与晋国同姓的华国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惹恼了晋国刚刚继位的晋香公 晋国上下对于秦国在其国丧期间 新兵的做法十分气愤 认为秦国伐华毫无道理 又是一个殷亲国家的基本礼数 于是晋香公便亲率大军埋伏于姚山 专等秦军路过 给予打击以示惩戒 秦军在喜略华国之后急于回尸 果真经过了姚山 中了晋军的埋伏 一场大战之后 秦军只留下了累累失手和无数的资重 秦军三位统帅也被生擒活捉 秦军闻讯之后颇为后悔 后来三位将领被救回秦国 秦军身穿丧服到郊外迎接 哭着说 当初我因为不听简书百里希的劝告 让你们受了如此侮辱 实在是我的过错 这次战败 罪不在你们 你们要记下这次耻辱 不要懈怠 请用心准备报仇血恨吧 这次战败之后 秦军对三位败军之将依然重用 同时他依旧积极地在国内 推行德政发展生产 他不断地失惠于民 使得秦人一心奉命 勇于为国征战 姚山之败 虽然是秦军推行东进策略以来 受到的较为沉重的打击 但是穆公始终没有气馁 三年之后 秦军再度罚进 虽然秦晋交兵互有胜负 不过秦国东进的局面始终难以打开 在执政了几年之后 秦穆公终于改变了东进策略 转而听从了鱿鱼的建议 向西扩展 功法西戎 先后兼并西戎十二国 开疆拓土 千里鱿鱿 终于成为当时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大国 就连周天子都派来使臣 带着筋骨向他表示祝贺 至此 秦国的土地向西扩展到了今天的陕西甘肃边境一带 向北扩展到了今天陕西省北部地区 正是在穆公时期秦国为四百年后的大义统奠定了基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二集 问鼎中原 楚国的祖先在周初分封的时候 被周王授予子觉 奉予丹阳 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紫龟市一带 七周以来 他一直被中原各国认为是个蛮夷小国 后来 楚国的国君雄通自立为武王 藐视周王室的权威 开了诸侯称王的先河 到公元前689年的时候 楚国建都于颖城 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市 楚国从这个时候日渐强大 将其周围的许多基性诸侯国相继吞并 并且不断地开疆拓土 成为了春秋时期江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 就在晋国霸业逐渐衰落的时候 楚国则出现了一位一鸣惊人的国君 他就是楚庄王 公元前614年 庄王继承王位 但是在最初的三年里 他不理政事 日夜寻欢作乐 从不向国内发布任何政令 群臣对此颇为不满 但是庄王依然是我行我素 当时他下令说 有敢于劝谏者一律杀无赦 就在庄王不理国政的这段日子当中 楚国国内有谣言说 南方有一只鸟停在一座土山上 三年不飞也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呢 不久这个谣言传入宫中 庄王听到了这些话 随即对人说 子鸟三年不飞 但亦飞必冲天 子鸟三年不鸣 但亦鸣必惊人 这是他在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心计 其实庄王即位之初 正指楚国内外的多世之秋 当时楚国国内天灾连年 而贵族们纷争不已 形势复杂 而国外则不但受到 蛮夷和雍族等南方民族的侵扰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 实则是在深谋远虑 表面看 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郡主 即使他在冷静地观察国内外的形势 思考治国治军的改革措施 就在他即位三年之后 庄王还萌生了北上中原的图霸之志 那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 他西翼秦东至齐 秦齐二国虽逐渐上升或恢复 但是仍然不是晋国的强劲对手 不过当时的晋国国君晋陵宫 十分的残暴无道 对内残害臣民 对外毫无诚信可言 他贪婪的聚敛财富 不管百姓死活 所以在国内弄得是人心肺肺 统治很不稳定 而在国外 金文公所树立起的晋国威信 也日渐下降 这些无疑为楚庄王北上争霸 提供了有力条件 公元前606年 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 一路上楚军势如破竹 一直攻打到了落水附近 这里乃是周天子的王姬所在 当楚军直抵周都落役附近的时候 庄王竟然命人在东周边境 陈兵示威 史称官兵于周江 当时的周定王 闻听楚王到来惶恐不安 派大夫王森满前往楚迎 慰劳楚军 顺便向楚庄王打听局势 楚庄王见到王森满 表现得十分傲慢 他向王森满问道 我听说周天子有九鼎 请问大夫 这九鼎到底是什么样子呀 他们每个都有多重啊 这象征着天下九州的九鼎 相传是大鱼所住的 自夏朝以来 一直是天子权力的标志 是国家重器 诸侯国是没有权力 问他的大小和轻重的 楚庄王的这一举动 已经显露了他的野心 但是 楚国当时国力正胜 王孙满不敢轻易得罪 他回答说 大王 我知道 一个拥有天下的民主 能够取得天下人的尊重 关键在于他的德行 而不在于顶 当年 大鱼一同九州 四方捉猴 献宝尽同 大鱼造就了九鼎 分别在九鼎上 刻住了九州风物 还有可变正邪的图案 后来下节无道 失顶于商 商周无道 失顶于周 现在 我们周朝的国力 虽然微弱 但是上天之命 却未曾改变 所以这顶的轻重 不是你们诸侯 可以随便探问的 庄王听了之后 很不屑一顾地说 你们也不要一味地 讲这几个顶的重要性 我们楚国 只要融化士兵 剑戈上的尖 就能筑成九鼎 王孙满 依旧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是啊 不过我们知道 只要君主贤明 政治清明 即使九鼎很轻很小 其他人也无法将其移走 反过来 如果君主道德败坏 政治黑暗 那么顶再大再重 也会被人 很容易地搬开移去 上天的意志 是不可强求的 楚庄王听了之后 顿时感到了 王孙满话语背后 隐然存在一种威慑里 他知道了 自己取代周天子的时机 还没有成熟 所以他便主动撤兵了 不过 楚庄王 陈兵周江 问鼎轻重的史实 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 一件大事 他标志着 楚国已经进入 空前强盛时代 实际上 又支配中原局势的能力了 但是令楚庄王 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班师回朝的途中 当时他的另引 窦月娇 发动了叛乱 在今天 河南省南阳市附近 设下了埋伏 袭击楚庄王 险些要了 庄王的性命 后来经过庄王的一番殊死搏斗 才剿灭了窦月娇 经过了这次教学 庄王回国以后 加强经营后方 继续巩固政权 对外则积极展开外交 争取诸侯国 叛禁归楚 公元前五九七年 楚国出兵伐政 在避之战中 打败了前来救援 郑国的禁军 之后 楚庄王更加质得意满 不到三年 又出兵攻打宋国 这一次 霸主禁国 竟然不敢出兵相救 中原各国 见到禁国都如此了 于是纷纷地被禁相处 楚庄王终于确立了 自己在诸侯国中的 霸主地位 公元前五八九年 楚庄王去世后两年 楚国与禁 齐 秦 郑 宋 魏 曹 等十二国诸侯 会盟与蜀 在这次会盟之上 中原主要诸侯国 都表示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只有禁国 好像还不太服气 一直到后来的 弥兵运动时期 禁楚两国依然是互不相让 形成了禁楚共霸的局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三集 夭折的霸主 我们讲过了春秋时代的几位 赫赫有名的霸主之后 还要回过头去再说一个人 这个人在历史上 是以仁义著称的君主 也是春秋时代 夭折的一位霸主 他就是宋湘公 公元前六四三年 齐桓公去世 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军位 而展开了相互厮杀 造成了齐国大乱 齐国公子昭逃到了宋国 向宋湘公哭诉 请求他帮助自己回国复位 宋湘公早有称霸诸侯 扬明天下之志 于是便趁机联络了各国诸侯 请他们与自己一起讨伐齐国 共同护送公子昭 回到齐国继承王位 可是湘公手下大臣 有人表示反对 他们提醒湘公说 齐国虽然发生了内乱 但毕竟是曾经的霸主 兵夺良族人才积极 我们宋国各方面都不如齐国 还是不要讨伐齐国为好啊 宋湘公听后不以为然地说 我做事向来以仁义为主 公子昭孤苦来求 我如果不帮助他就是不仁 况且当年桓公在菜丘会盟的时候 特地的委托我照顾公子昭 如果我现在不管他 这就是不义 最终 宋国还是决定起兵伐旗 但是宋湘公只能做自己国家的主 在诸侯当中他的号召力并不是很大 多数诸侯接到宋国的通知之后 毫无反应 只有魏国曹国等几个小国派来了人马 比较幸运 当时齐国大臣因内乱而惊慌不定 见到宋魏等国联军来势汹汹 并且师出有名 便杀了乱臣迎接公子昭复卫 公子昭就是后来的齐孝公 首次兴取一兵 竟然获得了不同反响的结果 这让宋湘公感到十分得意 湘公私下里思量 齐国当年可是威震天下的霸主国呀 现在竟然也要屈服于我们宋国 看来能够继承齐桓公霸业的 必然是我呀 宋湘公自己不免愁愁致满起来 确实齐国本来是天下诸侯的盟主 而如今齐孝公却依靠着宋国的帮助 才恢复了军位 而宋湘公的这次元首 真的将宋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大大提高了 自以为建了齐公的宋湘公 雄心勃勃 一心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 于是他决定 再次约及诸侯 推选霸主 可是湘公尝试了几次 能约及来的都是小国 大国根本不买湘公的账 而且通过几次会盟 有些小国发现了湘公残暴骄横的本质 所谓的人意不过是假人假意 根本做不出从前齐桓公 主蒙时的恩师与诸侯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太服气宋国 宋湘公眼看争霸的希望落空 便想从几个中原大国当中找到突破口 所以他又想了一个策略 想要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 他就决定去联络楚国 他自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 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 自然也就归附于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 大臣慕怡听了之后 摇头不止 他不赞成湘公采用这样的办法 他说 宋国是个小国 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 况且楚国自己就能号召诸侯 怎么会把盟主之位让给宋国呢 但是这些话 宋湘公根本听不进去 仍然是一意孤行 他邀请楚城王和齐孝公 先在宋国会盟 商议会和诸侯定立盟约的事 楚城王齐孝公都表示同意 三国先在宋国的路上 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曹县东北开会 他们商议着会和诸侯定立同盟的事情 就在这次大会上 湘公当仁不让 自己俨然以盟主自居 那么这一下可得罪了楚国的君臣 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一场大祸 公元前639年 宋国借着楚国的势力约着各诸侯国 在宋国的渝会盟 渝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虽县西北 到了会盟时间 宋湘公又犯了仁义的瘾 竟然不带兵马前去 大臣沐夷说 主公还是要多带些兵马前去啊 万一储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呢 宋湘公却说 那不行 我们会盟 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打仗 怎么能自己带着兵马前去呢 沐夷劝说再三 仍旧说服不了宋湘公 只好是轻车俭从 跟着湘公往余地去了 果然在会盟的时候 楚城王和宋湘公都想当盟主 二人便争执起来 楚国君臣是有备而来的 随即脱了外衣拔出道剑 一窝蜂地把宋湘公逮了去 本来楚国的势力就大 依附楚国的诸侯就多 加上以前宋湘公对各诸侯的轻视 所以没有太多诸侯为他求情 最后多亏了鲁国和齐国的调节 让楚城王做了盟主 宋湘公才得以被释放 这次会盟 湘公本想确立自己盟主的地位 没想到被楚国君臣所戏弄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的被抓与被试 不仅让诸侯们看到了楚国的威严 还让诸侯感到了楚城王对诸侯的恩德 愈发服从楚国的号令了 宋湘公灰头土脸地回到都城之后 他越想越气 心中无法咽下这口怨气 正在这个时候 临近的郑国又开始给他添堵 郑国竟然表示服从楚国领导 这就更加使他恼恨异常 宋湘公为了出这口气 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638年 宋湘公出兵攻打郑国 郑国向楚国求救 楚城王接到了郑国的求救书 于是点兵派将直取宋国 宋湘公没提防楚国会有这么一招 连忙从郑国撤军赶回 随后宋军在洪水的南岸驻扎下来 准备迎接楚军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 楚军便开始渡洪水 准备进攻宋军 大臣沐仪瞧见楚人忙着过河 就对宋湘公说 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 白天渡河 狠不把我军放在眼里 我军不如趁他们还没有渡完 立刻起兵迎头打过去 一定能打个大胜仗 湘公摇摇头说 不行不行 咱们是仁义之师 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 咱们就打过去 这算什么仁义呢 大好的时机 被湘公这句仁义 全部耽误了 当全部储君渡河上岸以后 依旧是乱哄哄的排队 想摆开阵势 沐仪看着心中焦急 又对湘公说 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 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 咱们赶快打过去吧 这样或许还能抵挡楚军一阵 要是再不动手 就真的来不及了 宋湘公面露不悦的责备沐仪说 你太不讲人意了 人家队伍都还没有排好 怎么可以打呢 战机就这样 被湘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 等到储君过了河摆好阵势 一阵战鼓响后 储君便像大水冲堤坝那样 直接冲了过来 强弱虚实 这下可就分了出来 宋军哪里挡得住凶猛的储君呢 他们纷纷败下阵来 宋湘公顿时手忙脚乱起来 本想继续指挥抵抗 可是大腿上被刘剑射中 负伤摔下战车 后来多亏得宋国的将士拼死保护 湘公才杀出一条血路逃了出来 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 宋湘公逃回国都商丘 宋国人议论纷纷 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 更不该是那样子的打法 沐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了湘公 湘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 依我说呀 讲仁义的人就应该像我这样打仗 比如说 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 就别再去伤害他 对头发花白的人 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沐夷真的耐不住了 气愤地说 打仗就是为了打上敌人 如果怕伤害敌人 那还不如不打呢 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 那干脆让人家抓走吧 后来的人们听到了这段对话 都讥笑湘公的迂腐 宋湘公受了重伤 过了一年便去世了 临死之前 他嘱咐儿子说 楚国是我们的仇人 要报这个仇啊 我看晋国公子崇儿 是个有志气的人 将来一定是个霸主 谁都没想到 迂腐一生的宋湘公 在临终时 竟然能有如此准确的预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四集 米兵运动 我们一提到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 有时候总会以为 那些想要争夺天下领导权的霸主们 是出于一番为万事开太平的好意 其实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出发的 都想获得最大的利益 并不是真正考虑百姓们求安定 求幸福的愿望 其实古人早就对春秋争霸战 给予了客观的评判 所谓春秋无义战 诸侯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 各国百姓们都是苦不堪言 就在这种局面之下 一些弱小的诸侯便尝试调停 大国之间不再进行争霸战争 前面我已经讲过 公元前589年 楚国获得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但是原来的霸主晋国并不服气 两国之间还是不断地进行激烈的争夺 晋楚争霸 直接受到祸害的 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正等弱小国家 这些国家深受战争之苦 同时这些国家的君臣 要不时地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 一会儿与楚结盟 一会儿又与晋结盟 就因为这样 他们最容易受到大国的讨伐和攻击 所以啊 这些国家的人们积极地渴望和平停止战争 同时也有个事实不容忽视 那就是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 已经使得晋楚两国的实力有所下降 他们也开始寻求和平的解决问题 第一次米兵之会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所谓的米兵就是平西战争的意思 公元前五七九年 在宋大府华元的调节之下 晋楚两国定立西门之盟 约定米兵 但是这一盟约 很快因为燕陵之战而破产 燕陵之战 晋国准备兴师伐政 楚共王决定出兵旧政 六月 晋楚两国相遇于燕陵 战斗当中 晋将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 楚共王不顾重剑疼痛 仍然坚持指挥作战 战斗从早晨打到了晚上 楚军略微受挫 但是双方胜负未定 燕陵之战 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 但是它毕竟是 米兵运动过程当中的插曲 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 迥然相依 晋楚两国 一方面在打仗 另一方面则仍以河为重 双方都留有余地 并没有展开决战 最后双方实力未减 仍保持着两强并霸的态势 但是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 自燕陵之战之后 国内政局都出现了波动 克格盟国也不堪忍受 沉重的兵役负担 而离心日险 所以这两个国家 也都无力继续发动 大规模的战争了 就在这个时期 有三位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他们就是宋国的大府 向荣 晋国的执政 赵武和楚国的令隐 虚贱 当时 向荣敏锐地发现 晋楚之间有缓和矛盾的倾向 便向宋国国君请求 分别前往晋楚两国进行游说 他想借机沟通诸侯 达成和平协议 他先来到晋国 向赵武说明来意 进而讲出了宋国 关于米兵的愿望 赵武将这个意见 汇商于晋国大臣 大家都觉得 这个建议甚好 商议之后 晋国国君 欣然接受了 向荣的倡议 看到晋国上下 对米兵的倡议如此热心 向荣信心倍增 立即赶往楚国进行游说 没想到 在楚国的游说 也是异常顺利 紧接着 向荣又马不停蹄地 先后砍往齐国和秦国 游说他们加入弥兵之会 最后 四个大国都表示愿意响应 同时还商定了具体的会盟时间 并由他们各自召集附属的诸侯国 到宋国 共同参加这次弥兵大会 公元前五四六年 就在七月初五这一天 只见宋国都城商丘的蒙门之外 极致飘飘 人头攒动 各国诸侯或是诸侯代表 齐聚于此 隆重的弥兵大会 就要召开了 各国随行来军 都以篱笆编织为强 不住堡垒 以示友好 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 经过向荣的从中斡旋 晋楚双方达成协议 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 也就是让晋国的盟国朝楚 让楚国的盟国朝晋 奉晋楚为共同霸主 因为秦齐两国是与晋楚相匹敌的大国 所以秦不朝晋 齐不朝楚 这看似其乐融融的局面之后 其实也隐藏了晋楚双方的明争暗斗 晋人见处分甚恶 巨难 甚至都做好了撤退的准备 因为楚国代表这次前来还是不太放心 所以在宽大的衣服里面套上了软甲 晋国代表知道之后 本来甚为不满 但是晋国大夫书相 却委婉而大度地劝赵武说 不必过于忧虑 一个平常人还知道 如果不讲信义 就无法立足社会 何况一个堂堂的楚国呢 我们这次是天下诸侯参加的和平大会 如果他们公然地背信弃义 必然会自讨失败 那时其他诸侯必然会反对他们 所以呢 您还是放心吧 就在汇盟的高潮 也就是煞雪为盟的关键时刻 晋楚两国又争执了起来 一时间汇盟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 这时书相再次出来 劝慰赵武说 我们晋国称霸以来 天下诸侯归附晋国 是因为仰仗晋国的得意 而不是因为我们是盟主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 实行礼仪和德行 没有必要去争所谓的霸主的名义 既然楚国要先杀血 那就让他们先吧 其实各国定约各国都有可能当盟主 盟主就意味着责任 让楚国先杀血 表明他们要负起米兵的责任 这对晋国来说也是件好事啊 这一番话说的赵武是频频点头 最后这次米兵之会 由楚国主持了会盟 这也是楚国第一次 在中原大国参加的会议上主盟 晋国也在名义上 承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 经历了种种的曲折之后 米兵大会落下了帷幕 此后一段时间之内 中原地区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 其中的意义不能低估 但是这次米兵之会 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 获利最大的国家依旧是晋国和楚国 而那些像宋国正国之流的小国 虽然免除了兵役战争之苦 但却年年要奔波于晋楚之间 前去朝拜 这样看来 他们的负担还是依旧沉重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五集 恩怨沧桑 话子虚 上 公元前五四六年 晋楚 齐秦等十几个诸侯 在宋国召开了目的是停止战争的 米兵之会 这终于使诸侯国之间 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不过在各国内部 伴随着剧烈政治与经济变革 而产生的宫廷权力斗争 却愈演愈烈 楚国在名义上成为霸主之后 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声望 但是国家内部却一直动荡不断 公元前五二八年 楚平王祭吉终于战胜了四个哥哥 夺得了王位 在楚平王统治期间 楚国曾有过短暂的稳定期 但是随着权力的巩固 平王渐渐有些松懈 而且对于一个叫废无忌的大臣 宠庆日盛 这个废无忌 善于阿谀奉承 整天培续在平王身边 邀功脉宠 渐渐的 平王在那些奉承的熏陶之下 失去了自居之名 到他执政的中后期 他便时常做出一些昏溃的事情 惹得楚国百姓们开始不满起来 当时 平王的太子健 要迎娶一位秦国的女子为妃 这个差事落到了废无忌身上 废无忌与太子有矛盾 他到秦国之后 见那位女子长得很漂亮 便来了坏主意 等到他回到楚国时 他报告平王说 大王 那位秦国女子实在是绝顶的美貌 您可以自己先娶过来 另外再替太子娶个妻子 平王被他说得动了心 便自己娶了那位秦国女子 而给太子娶了另一个妻子 复娶子媳 这本是一件违背伦理的事情 但是平王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竟然像个没事人似的 以至于朝中大臣们都是议论纷纷 但非无忌却更受平王宠爱了 不过非无忌也担心 有朝一日如果平王死了 太子继位 会因为这件事情对自己不利 所以他下定决心 要怂恿平王废掉太子剑 在非无忌的百般挑拨之下 渐渐的平王疏远起太子来 将他派去驻守成父守卫边疆 不久之后 非无忌还是一天到晚的 在平王面前讲太子的坏话 他说 太子剑因为那秦国女子的缘故 不可能对您没有怨恨 希望大王多少要防备这一点 自从太子到了成父统领着军队 对外又与诸侯国结交往来 他是准备着将来要回都城来作乱了 听了这些话 听了这些话 平王随即召来太子太父武奢神问 武奢是个正直的人 他知道是非无忌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 便一一辩驳 最后他指出 这些事情都是平王和费无忌的过错 并且范言直见说 大王复取子妻已经犯了大错 为什么还要相信那心黑口毒拨弄是非的小臣 而疏远了至亲的骨肉呢 您这可真是善恶不变 错上加错呀 平王听了这些大为恼怒 下令把武奢关进了监牢 又派成父司马奋阳去杀太子 太子监得到了消息 很快便逃到了宋国 太子太父武奢有两个儿子 长子叫武尚 自子叫武元 也就是武子虚 当时他们哥俩正在守卫着楚国边疆 非无忌非常害怕 武奢父子对自己不利 便对平王说 这武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本事 如果不把他们杀掉 将是楚国的祸害啊 大王 您可以拿他们的父亲武奢做人质 把他们招来 不然的话将会后患无穷啊 平王派人对武奢说 你要是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 就饶你一命 要是不能的话 就把你立即处死 武奢叹了口气说 我的长子武尚为人忠厚 他知道父亲有难一定会来的 自子武元为人坚忍不拔 忍辱负重能干大事 他就算知道我的情况 也不会来送死的 平王不信武说的话 于是派人去找武尚武元说 你们的父亲犯了重罪 但是你们如果回来赎罪 我就饶他不死 如果你们不来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父亲 当儿子武尚得知父亲有难 便立即准备起刑去救父亲 而二儿子武元却拦住他说 平王之所以要召我们兄弟回去 并不是真的想饶过父亲 只不过是怕我们逃脱了 留下后患 因此呢 平王用父亲做人质 想把我们两个人骗过去 我们一去 那就会和父亲一起赴死 这对于父亲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还不如去投奔别的国家 借助他们的力量 为父亲报仇血恨 现在一起去死掉 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呀大哥 大哥午上听后 拍拍武元的肩膀说 兄弟 这道理我也知道 即使去了 也终究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 然而现在父亲为了保全性命 而召我前去 我如果不去 就是不孝 这样吧 你自己快逃走吧 你能够报杀父之仇 就让我随父亲去死 尽一下孝道吧 说吧 兄弟二人 撒泪诀别 老大武上一回到楚都 平王便把武奢和武上 一起杀掉了 还不断地派人去追杀 吴子虚 我们再说吴子虚 他连夜逃出之后 听说太子剑在宋国 他就来到了宋国 投奔太子剑 可是当时正值宋国内乱 他俩又逃到了郑国 郑定公虽然对他们很客气 但是当时郑国国力非常弱小 不足以帮他们复国 他们便离开了郑国到晋国去 晋国虽然有意帮助太子剑复国 但是又想利用太子剑 先去郑国做内应 然后理应外合消灭郑国 太子剑复国心切 答应了晋国回到郑国做内应 可是不幸的是 这件事情败露了 太子剑在郑国被杀 吴子虚听到了这个消息 马上带太子剑的儿子圣 逃往楚国的宿敌 吴国去了 而要到吴国 必须要经过吴楚两国的边境 韶关 可是韶关把守森严 城墙上到处贴着吴子虚的画像 布告说捉拿到吴子虚 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赏金 吴子虚不敢再走 便和盛躲了起来 不过在韶关附近 吴子虚碰上了一个叫做东高宫的人 帮助他逃出了韶关 吴子虚逃出韶关 仍旧不敢怠慢 加快脚步往吴国逃跑 跑着跑着 眼前一条大江挡住了去路 一时间 这真的是让吴子虚 感到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正在他万般无奈之际 忽见右边一片芦苇底 挡出一条小船 吴子虚现状 赶忙跑到船边 恳求渔翁救自己一命 那渔翁见他如此狼狈 也没有多问 便将他渡过了大江 为了感谢这位渔翁的救命之恩 他将自己身上的配件解下 赠给老人说 感谢老人家救命之恩 这是我的传家宝 价值千金 送给你 以表谢意 可是那老人不肯接受 说 你就是吴子虚吧 楚王有令 捉了你 可以赏给粮食五万的 我连那么丰厚的奖赏都不贪图 怎么会要你这一把宝剑呢 吴子虚听了这话 感激万分 临行时 拜在老人身边 再次致谢 然后他就踏上了 逃亡之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六集 恩怨沧桑 华子虚 下 逃亡之旅非常坎坷 吴子虚还没走到吴国都城 就生起病来 后来盘缠用尽 只好是讨饭度日 终于有一天 受尽了人间苦难的吴子虚 到了吴国都城 摆在了公子光的门下 当时吴王辽在掌权 公子光做将军 吴子虚便通过公子光的关系 求见了吴王辽 吴王任用了他 过了一段时间 吴楚边境发生了冲突 吴国派公子光进攻楚国 攻克了两座城市 准备收兵回国 吴子虚看到 有了报仇的时机便对吴王辽说 现在我们正可以一举攻破楚国 希望再派公子光率军伐楚 但是公子光一心想把吴子虚留在身边 以便日后帮助自己夺取吴王之位 所以他对吴王辽说 吴子虚因为父兄都被楚王杀了 所以劝说大王攻打楚国 他只不过是想替自己报仇而已 楚国势力太大 我们根本无法一举攻破 吴王一听 他便打消了法楚的念头 把吴子虚的建议搁置在一边 吴子虚十分无奈 他也知道公子光在国内有自己的谋划 想要杀掉吴王辽而自立为王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便向他讲对外采取行动的事 他便推荐了一位名叫专珠的勇士 给公子光 自己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与太子建之子圣 引退到了乡下种田去了 公元前516年 吴国趁楚平王去世 楚国发生内乱之急 派兵攻打楚国 这样一来 吴王辽的国内亲信都被派出征战 公子光看到了废掉吴王辽的时机 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公子光让刺客专珠 在宴席上刺死了吴王辽 然后自立为王 他就是后来五月春秋中 鼎鼎大名的吴王河 吴王河吕 吴王河吕即位以后 志得意满 就召回了吴子虚 让他做了大官 虽然吴王辽已死 但是吴国和楚国的世代仇恨 并没有结束 河吕即位不久 就派吴子虚率领大军 攻打楚国 收复了师弟 并且追杀了两个逃亡在外的吴国公子 本来吴王河吕要进攻楚国的国都影城 而吴子虚和大将军孙武不同意这样做 因为吴军当时兵力还较弱 不足以战胜楚军 又经过了几年的养精蓄锐 公元前506年 吴国动用了全国的军队 联合唐蔡两国向楚国发动了总攻 吴军由孙武统领分兵几路向楚国阵营开取 大军一直到达汉江 楚军也动用了全国兵力全力抵御 双方就在汉江两岸摆开了战场 战斗打响了 这场战争十分惨烈 经过了多次交战 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一连打了五仗 最终吴军取得了胜利 兵临颖都城下 楚昭王见大势已去 就逃离了颖都 吴子虚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不禁百感交集 想起父亲和兄长惨遭楚平王的杀害 今天报仇的日子总算到了 他亲自率领军队去追赶楚昭王 但是没有抓到 盛怒之下 他命人挖开了楚平王的坟墓 拖出了尸体 亲自鞭打起平王的尸体来 鞭尸三百下之后 他仰面朝苍天 嚎啕大哭 终于是为父亲和哥哥报仇学恨了 当时吴子虚从前的好朋友申包虚 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便派人找到了吴子虚 转告他说 你这样报仇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我听说过一个道理 虽然人多势众 一时或许能胜过天理 但是天理最终是要获胜的 你从前是平王的臣子 曾经亲自侍奉过他 现在竟然鞭打起死人来 这岂不是不讲天理到了极点了吗 吴子虚听后 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懊悔 就对来人说 请替我向申包虚致歉吧 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 而且报仇心切 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 却仍路途遥遥 所以我才做出了这种 道行逆施的事情来 当初吴子虚与申包虚是好朋友 吴子虚从楚国出逃之前 曾找到申包虚说 我一定要颠覆楚国 申包虚则说 如果你能灭楚 我必定能使楚国存在下去 当吴国攻破了楚国以后 申包虚就跑到秦国去告急 请求秦国发兵救出 但是秦国不肯出兵 申包虚就站在秦国的宫廷当中 日夜不停地哭泣 哭了整整七天七夜 最后眼中流出的不是眼泪 而是血水 秦埃公见到他这个样子之后 很是感动 说 楚王虽然无道 但是有这样的臣子 怎能不保全楚国呢 于是他派遣了五百辆兵车 去救援楚国 抗击吴国 并在基地打败了吴军 而吴国破除以后 也深知无法完全消灭楚国 加之此时邻国越国 趁吴国空虚来偷袭 他们就只好退兵回国了 吴王和吕回国以后 更加重用吴子虚和孙武 军臣齐心协地 共谋吴国的发展 不久之后 吴国的国力 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成为了中原各国 都不敢小看的国家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七集 我心尝胆 勾剑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国君 越王允长之子 他公元前496年到465年在位 是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 吴越两国兴起于现在的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 他们与楚国相连 吴国与周王室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 吴国的始祖是周文王姬昌的兄长 国力较强 而越国则相对较弱 两国速来不合 后来 晋国曾联合吴国压制楚国 而楚国则联合越国压制吴国 所以吴越两国更成了世仇 公元前496年 岳王允长刚刚去世 吴王和驴趁机发兵攻打越国 两国在一个叫做最礼的地方对阵 这个最礼呢 在现在的浙江省嘉兴市西南 和驴在这次战斗当中受了剑伤 回国不久之后便重伤死去 他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 发誓要为父报仇 岳王勾剑得到消息之后 决定先下手为强 要一举击溃吴军 可是由于战前准备不足 结果越军大败 最后钩剑只带着残兵败将五千人 退至快击山 钩剑等人被困在山上 一筹莫展 大夫文种只好出使吴国求和 文种到了吴影 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吴王夫差 他对吴王说 越国现在已经觉察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们愿意服罪 越王特派我前来求和 我们愿献上越国珍宝 并向大王称臣为奴 文种的话 当即遭到了吴国大臣吴子虚的反对 吴子虚对吴王说 千万不能答应 我们必须彻底灭掉越国才行 但是越国已经先行贿赂了 贪财好色的吴国大臣薄匹 薄匹得了好处便在吴王面前大讲勾剑的好话 最后 吴王夫差不顾吴子虚的强烈反对 准许越国求和并下令撤军 勾剑按照双方的协议 协同夫人在范黎等几个近臣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吴国做人质 他们天天侍奉吴王处处安分守己 时时小心谨慎 为吴王打扫码就直边牵马 甚至在吴王夫差生病的时候 勾剑还亲自为他品尝粪便来判断病情 勾剑做到了这个地步 夫差十分感动 当即表示 等病好了以后就放勾剑回越国 吴子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多次提醒吴王不要被勾剑的假象所迷惑 可是吴王夫差非但不听 还斥责吴子虚冤枉了勾剑 最后经过了整整三年时间 勾剑军臣终于被释放回国 当勾剑重返故土的时候 他的激动心情难以名状 回国后首先宣布定督会计 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 并召集群臣商议重建越国的方针 为了不忘辱国之耻 勾剑每天粗衣淡腕 在屋子里挂上一只苦涩的猪胆 每次吃饭时掀肠苦胆 进出坐卧也时常看着苦胆 以便激励自己要发愤图强 他不仅自己参加耕种劳作 而且他的夫人也带领越国的妇女们 一起养残织布发展生产 勾剑夫妇与百姓同甘共苦 激励起越国民众发愤图强 灭无学耻的决心 为了能使越国早日强大起来 采纳了文种十年生俱 十年教训的建议 制定了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 勾剑颁布法令 明令青壮男子不准娶老年妇人为妻 老年男子不能娶青壮年女子为妻 如果女孩子到了17岁还没有嫁人 她的父母要受到惩罚 而男子到了20岁还没有娶妻 她的父母也同样有罪 对于快要生产的父母 国家会派出医生守护 如果生了男孩 国家就奖励九两壶狗一只 如果是生了女孩 国家也奖励九两壶猪一头 谁家生的孩子多 受到的奖励也就多 并且国家负责教育他们 对于那些丧子的家庭 如果长子早亡免除三年赴税 如果次子早亡免除三个月赴税 同时要给予后葬 另外沟建还下令 由国家出钱来抚养那些孤寡老人和有残疾的人 并出钱供养他们的子女 对于明达之事 沟建更是理贤下士 不仅给了最好的住处和衣食 而且对于前来投奔的四方之事 一定要在朝廷上举行盛大宴响 幽理他们 最重要的是 沟建采纳了文种和范黎等人所建议的韬光养晦之计 据历史记载 文种贡献九策 实称灭无九术 这其中有几条计策十分独辣 就包括送贵重礼物给吴国君臣 以讨好他们 以高价买入吴国的粮食 使吴国百姓在灾害之年没有吃的 赠送美女给吴王 让他荒废朝政 送给吴国能工巧匠和珍奇一食 缩使他们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还有挑拨吴王和忠贞大臣的关系 借刀杀人 以及加强对越国的治理 达到复国强兵的目的 并且训练赶死队 准备趁着吴国空虚的时候 发兵攻打 勾建正是按照文种的计策 一个一个实行 有一年 越国派文种出使吴国 向吴王夫差借粮食 文种建了夫差便称 越国闹了饥荒 百姓苦不堪言 特向吴国借粮一万担 并允诺了 过了年便归还 国王夫差就很轻松地答应了下来 转过年来 越国果真遵守诺言前来还粮 但是越国在送归的粮食上面 做了手脚 他们把这些粮食蒸熟并晒干 让他们看起来十分饱满 吴王见到越国还粮不知是计 反而十分高兴 认为越国君臣很守信用 同时他看到 越国还来的粮食粒粒饱满 并让臣子将这些粮食 卖给吴国的百姓作为粮种 可是这种被蒸熟的种子 怎么能够发芽呢 吴国的百姓怎么也没想到 那些撒到地里的种子 很快就烂掉了 等到他们再播种自己种子的时候 已经耽误了播种的时间 这一年 吴国闹了大饥荒 全国的百姓怨声载道 使得吴王夫差和百姓之间离心离德 慢慢地失掉了民心 文种的这一计策 便达到了两重效果 一来离间了吴国军民之间的关系 导致了吴子虚被吴王杀死 二来呢 也消耗了吴国的国力 当吴国一天天走向衰败的时候 越国的勾建君臣 却同心同德奋发图强 使得国势蒸蒸日上 经过了近十年的耐心等待 公元前482年 勾建趁吴王发兵北征之机 发动了复仇战争 结果是越国大获全胜 但是考虑到吴国实力有存 勾建答应了吴国使者薄匹的求和之警 公元前475年 岳军再次发吴 攻打吴国都城 孤苏城 在围了两年之后 最终攻下了这座城池 吴王夫差 逃至孤苏山 历史惊人地重演了 而这一次 品尝到胜利滋味的 却是岳王勾建 这一次 他没有接受吴国的投降 夫差被逼无奈 只能自杀 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 他才终于领悟到 被自己冤杀的 吴子虚的忠告 悔恨不已 然而这一切 都为时已晚 岳国吞并了吴国 岳王勾建 成为春秋末年 显赫一时的 风云人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八集 范黎传奇 在越国灭掉了吴国以后 勾建在范黎文种的辅佐之下 曾率兵北进 一直打过了淮河 迫使齐国和晋国 都不得不听从 越国的号令 正因为范黎 立此大功 故而被越王败为 上将军 得胜后回到越国 范黎觉得自己功高震主 又因为了解越王的为人 于是便决定 离开越国 后来他从越国来到了齐国 还给自己的老朋友文种 写了一封信 信里说 我曾听人说 飞鸟射光了 梁公就要收藏起来 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 猎狗就要被猎人 煮来吃了 凭我多年的观察 我看越王这个人的品行 只可与他共患难 却不能和他共享乐 我劝你还是早早地离开 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 文种收到此信 虽然觉得老朋友说的有道理 可是仍然心存幻想 他觉得越王不至于如此 他一方面继续留在越国 另一方面也顾念范黎的劝告 称病不再上朝 但即便是这样 文种最后还是没能躲过 勾剑的杀戮 范黎到了齐国之后 就更名改姓 自称吃以子皮 在海边一边从事农耕 一边致力于经商 由于他善于经商 讲诚信 生意是蒸蒸日上 不过几年的光景 便积累了许多财富 变成了一个大富翁 齐国人觉得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就推举他做了相国 但是他在相国的位子上 做得并不开心 他想一个普通百姓 因为有了钱便能被推举为相国 这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了 如果还贪恋这个位置的话 那对一个人来讲是极为不利的 于是他再次地抛弃官位 来到宋国 一个叫陶的地方 这个陶就是现在山东省定陶县西北的位置 在这里他自称陶珠宫 他发现陶这个地方是天下的交通枢纽 做买卖非常便利 于是乎他就在这个地方做买卖 开店铺发展事业 不久之后 他就又拥有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天下人便都知道有了这样一位陶珠宫 而范黎这个名字 也就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事业 且说陶珠宫在陶地安居乐业 不想一桩横祸突然飞来 他的二儿子杀了人 被囚禁于楚国 陶珠宫的家人都急坏了 就想让他出面将儿子赎回来 可是陶珠宫说 杀人偿命自古如此 我的儿子同样不能例外 不过我还是希望 他不要被杀在闹市之中 于是便让他的小儿子 带上许多钱准备前往楚国 就在陶珠宫的小儿子 即将起行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说 自己愿意替弟弟前去 陶珠宫深知道 大儿子处世吝啬 所以不同意他去 可是他的大儿子 执意前往 声称家中的长子 应该协助父亲 做最重要的事 并且举刀自杀 想威胁 他的母亲赶紧阻拦说 让小儿子去楚国 也未必能救回二哥 如果没有救成次子 再白白死了个长子 还不把我们的心 都伤透了吗 陶珠宫没有办法 只能同意 长子去了 临走之前 陶珠宫写了一封信 让大儿子交给他的老朋友 庄先生 并且叮嘱他到了楚国 一定要把带去的黄金 全部交给庄先生 大儿子满口答应了下来 但是当大儿子来到楚国之后 费了很大劲 才在一大片野地外 找到了庄先生的住处 本来他以为这位庄先生 必定是个非常富有 并且地位很高的人 哪知道到那一看 庄先生原来住在乡下 房子也是破破烂烂 顿时心中就凉了半截 不过他还是按照父亲的话去做了 庄先生看完书信 收下黄金 说 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你赶紧离开这里吧 千万不要停留 哪怕你看到你的弟弟 从监狱里出来了 你也不要去搭理他 大儿子连忙地点头答应 这位庄先生 虽然看起来挺穷 但是他在楚国 却有着极高的威望 他的政治连结广为人知 朝廷的一些大臣 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看待 一天 庄先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去见楚王 楚王见到这位 德高望重的前辈非常高兴 便向他请教治国之方 庄先生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必须是人证 最近我观察星象 对楚国不利 大王需要注意啊 这个楚王啊特别迷信 听到庄先生这么一说 立刻紧张了起来 便问他如何办才好呢 庄先生说 只要多办好事 不办坏事 此事就能化解 于是乎 楚王便准备 对国内的犯人 实行大赦 话分两头 这边陶珠公的大儿子 离开了庄家之后 并没有按照庄先生的话去做 而是留在楚国 贿赂结交了一些大臣 朝中的那些大臣 知道了大赦的消息 便连夜找到他 告诉这个情况 请他放心 陶珠公大儿子听了之后 非常高兴 觉得这是楚王的恩典 和庄先生无关 于是乎 他便再次登门 去庄家索回钱财 庄先生明白了他的心思 将其送去的黄金 如数奉还 陶珠公的大儿子 自以为办事得利 没用一点黄金 就救回了弟弟的性命 殊不知 他们家的大货 即将来临 本来庄先生为人正直 并不是贪图那些黄金 只是想借此 令陶珠公放心 但是陶珠家大少爷的 所作所为 让他感觉到 自己被戏刷了 他立即又去见楚王 向楚王说 我上次说的 星象不好那件事 大王一定要做好事 来破这坏星象 这太应该了 可是我在外面到处听见 人们这样说 陶珠公的孩子杀人 被囚禁在我国 他加出了许多钱 来贿赂我们楚国的大臣 您知道 陶珠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人们都说 大王银不是为了联民百姓 才去实行大赛的 而是为了陶珠公的金子 和他犯罪的儿子 才想到大赛天下的 楚王听了这些话 非常愤怒 并下令将陶珠公的二儿子 立即处死 然后再大赛天下 就这样 陶珠公的大儿子 只带回了兄弟的尸首 到家之后 他的母亲和远近街坊 看到陶珠公二儿子的尸体 非常悲痛 唯有陶珠公不但不哭 反而大笑不止 人们问他笑什么 他说 我知道 这小子一去 他弟弟必死无疑 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弟弟 只是他舍不得花钱呢 他小的时候 跟我一起经商 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他知道谋生的艰难 所以他的生活十分节俭 而至于他的三弟 出生以后 便看到我万贯家财 只知道尽情的享受 出门骑两马乘好车 花钱似流水一般 我让小儿子去 就是看中他舍得花钱 可是大儿子硬要去 并且用性命担保 就只好让他去了 他刚一走 我便一直在等着 我的二儿子的尸体回来 这是必然的结果 没有什么可悲痛的 说吧 他转身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四十九集 狐脸之气 画子贡 旧鲁王无事可商 谁定利口 说田长 吴王必定由端木 鲁翼已起 运不长 刚才的诗中提到的端木 是何许人竟能办出 旧鲁王无的大事呢 这个我们还得从 孔子的弟子谈起 是说孔子弟子三千 中有贤人七十二 这个说法虽然有一定的 传说成分 但是可以肯定 当年在孔子门下 确实是聚集了 众多人才 从流传下来的文献当中 我们大体上 可以查到七十七个人 而有具体事迹的 大约有二十五人 在这些人中 有以德行称颂于世的延渊 有以辩才文明诸侯的子贡 有以文学建长的自由 还有十分懂得政治的子路等等 在众多的孔子弟子当中 子贡似乎是特别突出的一位 他的影响力显然不逊于奇师 孔子 子贡姓端木 名次自子贡 魏国人 子贡不但是孔子的得意弟子 而且早年经商有成 因此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直到现在 商人们还流行着在自己的店铺 店堂内悬挂 逃猪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然而 子贡的才能不仅限于精明的商业头脑 还在于他有很强的政治和外交能力 当年 孔子曾对子贡有过一番评论 说他可堪比胡脸之气 胡脸呢 是春秋时期宗庙里供奉祖先的宝器 孔子如此评价子贡 可见他对子贡有很高的期望 认为他有安邦定国的才能 公元前487年 齐国的大副田长预谋发兵攻打鲁国 孔子看到祖国威王在即 并让弟子子贡前往齐国游说 子贡拜见了田长之后 说了一番惊人的话 使得田长先是勃然变色 而后又俯首称事 子贡直言不讳地说 鲁国是个很难攻打的国家 你要去打他真是大错特错 田长盯了之后十分不解 他问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子贡回答说 因为鲁国的城墙又薄又矮 护城河又浅又窄 他的君主愚昧不仁 大臣们都不忠用 士兵也都是老弱病残 所以你不应该和他们交战 攻打鲁国不如去攻打吴国 吴国现在十分强盛 兵精良足又有十分能战的将领 这才是你应该攻打的国家呀 田长文听勃然大怒地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 你这个人怎么与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呢 人家认为是容易的 你却认为是困难的 你同我讲这些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眼见田长质问 子贡却不慌不忙地 道出了其中原委 子贡帮助田长分析了 齐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当时齐国朝政 由田氏 高氏 国氏 豹氏 燕氏 等几大大幅霸持 其中田氏最为强大 可是尽管田长最为强大 但是他刚刚控制齐国的权力 地位还并不稳定 其他的几大家族 依然有很强的实力 子贡告诫田长说 如果现在去攻打弱小的鲁国 虽然会取得胜利 但是得到的利益会被军分 而田长自己得不到什么好处 如果去攻打比较强大的吴国 无论胜负都会消耗大量的国力 反对田长的人也会受到损失 而田长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增强自己在齐国的相对实力 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挟制国军了 一番话语过后 田长恍然大悟 动摇了原来去攻打鲁国的计划 游说了田长之后 子贡又来到了吴国游说夫差 请他出兵帮助鲁国 抗击齐国 面对夫差之后 子贡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强大的齐国要吞并鲁国 这摆明着是要和大王您 争夺天下霸主的地位啊 一个霸主是不会允许 天下有另外的强敌出现的 我真的是替您感到担忧啊 看到夫差听了这话之后 略有疑惑 子贡继续说 援助鲁国可以帮您赢得美名 名义上是保存鲁国 实际上是打击齐国的气焰 同时也可以威慑强大的晋国 大王您不要犹豫了 可是这夫差还是不太放心 他担心一旦吴国出兵就鲁 国内空虚 越国就可能会趁虚而入 子贡劝解道 大王您不用担心 我可以替大王前往越国游说 让他们也派兵随同您一起就路 于是子贡马不停蹄地赶往越国 见到越王勾建之后 为其出谋划策 子贡分析了吴国的情况 他认为现在吴国外强中干 吴王远闲臣亲小人 而且好大喜功 军民是离心离德 如果这个时候 越王派兵协助吴王 可以刺激他好战的情绪 同时给吴王赠送重金和宝物 也可以换起他的贪欲 只要能换起了他的虚荣心 吴王必然会去征伐齐国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吴国是胜是败 国力都会进一步的削弱 这样对越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子贡还请勾建放心 他还会北上晋国 让晋国配合越国来讨伐吴国 勾建一听 觉得子贡说得有理 便答应派人到吴国 表示愿意随吴伐齐 当吴王夫差得知越国 不仅派兵来帮助自己 救辱伐齐 而且还送来了 上好的兵器等物质后 便下定决心 发动全国兵力 去讨伐齐国 而这时的子贡还没有闲下来 他又北上晋国 告诉晋国国君 一旦吴国战胜齐国 必将威胁到晋国 这时的晋国上下都十分紧张 从而早早地做出了 与吴国进行战争的准备 子贡真可谓做到了 将齐吴越等国 置于自己手掌之上 任其摆布 将这一出外交传奇 演绎的出神入化 后来吴国果真出兵就路 并在爱陵之战中 打败了齐国 随其北上和晋国争霸 结果被越国趁虚而入 导致了夫差的亡国与自问 后来西汉的大历史学家 司马迁对子贡大为称探 说因为他的作为而存鲁乱旗 破武强劲霸欲 这足见一个人在历史的发展当中 有时也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子贡这次出使 不仅仅是救了鲁国 正因为一系列外交和政治的展开 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 发生了改变 也使得春秋末期 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齐国原本姓江 是江子崖的后代 春秋末期 却逐渐被田氏所取代 国号虽然依旧 但是主人却换了 在春秋中期以前 齐国执政的清大夫 主要出自国氏和高氏等大族 到了中期以后 异性贵族田氏学起 逐渐执掌国政 最终取得了齐国政权 田氏是陈国公子丸的后代 公元前六七二年 陈国发生内乱 公子丸投奔齐国 齐桓公很器重他 任用齐作为公政 公政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 公子丸就改陈氏为田氏 并在齐国居住了下来 历史上 有关陈丸的记载颇有意思 陈丸是陈立公的儿子 据说陈丸刚刚出生的时候 周太史正好路过陈国 陈立公请他给陈丸补卦 补得的卦室 官卦变为匹卦 太史看了之后 很为惊奇地说 挂词的意思充满着变数 看似是说他将取代陈国军卫 拥有国家 但是也许不在陈国 而是在其他国家 或者不是他本人能够成为一国之君 而是他的子孙有可能成为一国之君 如果是在其他国家 这个国家必定是江姓的国家 江姓是姚帝时四月的后代 陈国是先祖帝顺的后代 江姓衰落之后 陈旭这一支将要长盛起来 后来陈丸果真来到了齐国 并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 逐渐地将自己宗族的势力发展了起来 陈丸去世之后 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 不断扩充田氏在齐国的势力 到了他五世孙田桓子 也就是田无语的时候 田氏已经成为与齐国的豹氏高氏 鸾氏实力不相上下的贵族了 田桓子孔武有力 侍奉齐庄公很受宠信 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注意 通过用实惠的经济政策 收买齐国民众的心了 他死后 他的儿子五子田开和西子田起 也都秉承了父亲收买人心的办法 在借粮食给百姓时 用大斗借出 到了百姓归还粮食的时候 则采用小斗收取 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 这使得齐国百姓爱之如父母 归之如流水 眼看田氏越来越得到齐国的民心 他们家族也越来越强大 齐国一些旧贵族 多次向当时齐国的景公进见 让景公多加注意田氏的举动 但是景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 齐国旧贵族国氏和高氏 拥立太子徒为国君 田启起初假装顺从国氏和高氏的决定 但他暗地里却在齐国其他大臣之间进行离间 为自己发动政变 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年田启联合了豹氏 驱逐了国氏和高氏 拥立扬升为国君 这就是齐道公 道公其位之后 田启任相国 独揽齐国政权 就这样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田启终于成为齐国的执政卿 田启死后 他的儿子田长济立 继续地收买人心 同时更加注重在政治上孤立公主 这时正是齐检公在位时期 检公当时十分宠幸另一个贵族检旨 让他和田长一起为相国 检旨和田长开始是面和心不和 到了后来都恨不得把对方面掉才好 当时齐国大副玉秧曾经提醒检公说 大王 现在田长与兼职两家势不两立 形同水火 对您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不如您选择一个人让他做相国吧 而检公则认为玉秧太过滤了 并不听他所讲 公元前481年 田氏与监氏果真是兵戎相见 这引起了检公不满 要惩罚田长 而田长则先下手为强 全力追杀了监氏 还把齐检公试杀于徐州 就在检公被田长抓住以后 检公才幡然悔悟道 我真是早没有听从玉秧的话呀 才会有今天的大难 田长杀死检公以后 拥立其地平公几位 自己继续为相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田长通过对外割让土地来结交诸侯 他把齐国曾经侵占鲁国魏国的土地全部归还 又同西方的晋国 韩氏魏氏赵氏定立盟约 同南方的吴国越国互通使臣 而队内则实行赏赐亲近百姓 从内外各个方面都稳定了齐国政治 田长对齐平公说 施行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 由您来施行 而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 所以让臣去执行吧 就这样又过了五年 齐国的政权都归田长把持了 于是田长把暴氏厌氏 以及公族当中较为强盛的全部诛杀了 并分割齐国从安平以东到狼牙的土地 作为自己的封地 他的封地比齐平公享有的领地还要大 到了公元前391年 田长的曾孙田和废掉了将其最后一位国君 康公 并把他放逐到了一个海岛之上 自己取而代之做了齐国国君 公元前386年 周天子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后 公元前379年 原来将其的康公在孤苦无助当中去世 断绝了后代 将其最后的封地也都归田齐所有了 田世代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上 发生的一件大事 他标志着齐国新兴封建势力 已经正式掌握了政权 所以后世许多历史学家 将田世代齐和三家分进相提并论 认为这两件具有时代里程碑性质的大事 标志着中国历史 由春秋时代进入到了战国时代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 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 发生了很大变化 清大府与公事的政治斗争 变得日趋激烈 以至于发生了许多 以下犯上的事情 有的清大府竟然灭亡了公事 而自起篡权成为一方诸侯 就连一向被称为 中原霸主的晋国 在那个时候 国君的权力也开始逐渐衰落 其十权也由六大家族把持了 这六大家族分别是 韩家 赵家 魏家 范家 中行家和智家 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 互相攻打杀伐不已 后来由两家被消灭了 还剩下智家 赵家 韩家 魏家 在这四家当中 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四五六年 四清驱逐晋出宫 而立晋哀宫 晋国的政局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 晋国的国政由智伯一人专善 智伯 明瑶 是智轩子的儿子 他继位之后很有作为 在内政方面 先后消灭了范氏 中行氏 驱逐晋出宫 雍立晋哀宫 独善国政 在外交方面 曾兴兵伐旗 讨政 威震诸侯 然而智伯自身 也有着刚愎自用 贪婪无厌的弱点 尤其是在大权独揽之后 他更加的骄横跋扈 不可一世 智伯凭借自己的权力 妄图消灭其他的三家势力 以图独霸进国 但是他也明白 要达到目的 对那三家大府 应该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 于是 智伯就从 结院最早最深的 赵氏下手 当时 赵氏的主君是赵湘子 他曾经多次被智伯侮辱 而智伯还曾经要干预 赵氏的家政 引起了湘子的极大愤恨 两家的矛盾 也是越积越深 后来 智伯想侵占 其他三家的土地 对三家大府 赵湘子 魏环子 韩康子说 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 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 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 我主张 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 和一万家户口 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 智伯存心不良 想以公家的名义 来押他们交出土地 可是这三家心不齐 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户口 割让给了智家 魏环子不愿意得罪智伯 也把土地户口让给了他 但是当智伯向赵湘子要土地时 赵湘子一想起辛仇旧恨 心中是顿时火起 大声的斥责说 土地是先祖留下来的产业 说什么也不能送人 智伯听了 顿时也气得火冒三丈 马上翻脸 他立即命令 韩魏两家一起发兵 攻打赵氏 公元前455年 智伯亲率中军 由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 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 三家人马杀奔赵家领地 赵湘子自知寡不敌众 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远 而智伯率领的三家人马 随后赶来 一起合围了晋阳城 把城围了个风雨不透 水泻不通 赵湘子看到这种情况 赶忙吩咐士兵 坚决守城 不许出战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赵氏对晋阳地区 有特殊的优惠政策 当年赵简子曾派尹夺治理晋阳 尹夺为了巩固赵氏的根据地 从而减少了晋阳地区百姓上交赋税的户数 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 这使得晋阳的百姓得到了实惠 赵简子生前也曾经特别嘱咐过赵湘子 说如果赵氏有难 晋阳地区的百姓是可以依靠的 晋阳正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 名义上收取的财富虽少 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堡垒 所以赵湘子认为晋阳的民心可用 于是就撤到了晋阳城 这一天赵湘子巡视晋阳一周 见城池坚固良苦充实 心中很是满意 不过发现城中缺乏 御敌所用的箭矢 手下人告诉他 早年董安瑜修建晋阳时 深谋远律 建筑公室墙园的材料 都可以用来制造箭杆 同柱的柱子可以用来造箭簇 赵湘子听闻大喜 于是命人拆房铸造箭矢 严阵以待三家的随时来供 公元前四五四年 智伯率韩魏两家大举围攻晋阳 双方熬战了三个月 仍无法分出胜负 于是智伯改用了长期围困的办法 绝进水灌向晋阳 在被围困一年多之后 晋阳城中便没了汪洋泽国 城内的人们只好吊起锅子来做饭 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人们的粮食已经吃完 不得已一子而食 眼看着晋阳城被水索困 智伯以为赵氏只日可灭 便愁愁满志起来 他带着魏环子韩康子巡视水情 网乎所以地说 你们看呐 我现在知道用水就能灭掉赵氏 魏寒二人听了这话都是不寒而栗 原来魏环子想到自己的根据地安逸 临近坟水 韩康子也想到自己的风意平阳 也靠近降水 都可能受到水淹之灾 所以他们听了智伯的话 他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而考虑了 他们开始悄悄地在暗地里 谋划起防范智伯的对策来 正在这时 微城之中的赵湘子派人来策反韩魏二军 来史说 陈文纯王则耻寒 今智伯率二国之军伐赵 赵将王矣 王则二军为之次矣 他说 赵氏一旦灭亡 紧接着就会轮到韩魏两家了 来史说的话 可谓是一针见血 直指韩魏二军的隐忧之处 共同的危机 使得三家联合了起来 他们约好日期 准备共谋智士 不久 赵、韩魏三世联络 约好里应外合杀灭智士 一天夜里 赵氏派出君族 杀死了智伯守滴之力 掘开了河堤 凡使进水 向智伯军中流去 然后赵军从城中杀出 正面冲击智士之君 智军被水锁淹 已经乱作一团 没想到韩魏两家 又从两边夹击 他们更是溃不成军 不久 智士的军队大败 智伯也被杀死 赵、韩魏三家 静灭智士之族 智士全族 仅有一门因为改姓俯士 而得以保全 公元前453年 赵魏韩三家大夫 再次瓜分了智士的领地 而使晋国出现了 三足鼎立的局面 到公元前437年 晋埃公去世 其子晋幽公即位 幽公之时 晋公士已经毫无权威 幽公非但不能号令 韩赵魏三家 反而自己还得去朝见 这三家之君 后来赵氏的赵幻即位 是赵县子 再后来县子之子赵集即位 便是赵列侯 魏桓子之后 尤其孙魏司即位 视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 尤其子韩武子即位 韩武子之后 尤其子韩前即位 视为韩景侯 公元前403年 韩赵魏三家 派遣使者到洛邑 去见周威列王 要求周天子 把他们三家 分封为诸侯 周威列王 眼见形势如此 只能做个顺水人情 就把三家 正式地封为诸侯 从此 韩赵魏三家 都名正言顺地 成了中原大国 公元前439年 韩赵两国杀禁军 禁国 至此灭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二集 鲁班的故事 鲁班是中国古代 一位杰出的发明家 相传 他在古代中国的机械 木工工具 土木建筑等领域 曾有很多贡献 同时 关于鲁班的发明 传说和故事 也久久被后世人们 津津乐道 两千多年来 鲁班一直被土木工匠们 视为祖师爷 受到人们的崇敬 鲁班姓公书 明班 又称公书子班书等 鲁班出生在鲁国 一个世代以工匠为生的家庭 他生活的年代 大约是春秋末期 和战国初期这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 正是中国社会 奴隶制瓦解 新的生产关系 出现的时期 在那个时候 大量从事 各种手工业的 百工 以及奴隶 通过逃跑 暴动等手段 获得了新生 不少世代为奴的 手工业者 获得了解放 社会上出现了 独立的 个体手工业者 据说 鲁班从小就受到 家庭环境影响 十分喜欢琢磨 手工艺 土木建筑 小时候 他跟随家人 参加过许多 土木建筑工程 劳动 在劳动当中 他虚心向有经验的 老师傅和家人 请教 学习他们的 先进技术和经验 并且他会悉心观察 他们在各项 劳动当中 高超的操作技巧 长期的生产实践 和他本人不断的努力 使鲁班逐渐掌握了 古代工匠 所需要的多方技能 渐渐的 鲁班成为了 当时有名的 能工巧匠 相传 我们所使用的 一些工具和器物 从木工用的 巨 豹子 墨斗 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使用的 钥匙 锁头铁签 甚至是战争当中 军队工程使用的 云梯 都是鲁班发明的 而在每一项发明的背后 也都流传着一个美丽 动人的故事 下面我就为大家说说 巨子诞生的故事 话说有一年 鲁班要为别人建造 一座巨大宫殿 而这座宫殿 需要很多木料 鲁班就派出自己的徒弟 上山砍伐树木 当时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 巨子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人们只能用斧头来砍树木 但是这样做工作效率非常低 鲁班的弟子每天起早贪黑 拼命去干 虽然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也没砍出太多的原木 由于砍来的原木 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这就使工程的进度 是一拖再拖 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了 这一下可急坏了鲁班 这一天鲁班决定 亲自上山 查看砍伐树木的情况 就在他上山的途中 一不小心鲁班在无意当中 抓了一把身上的野草 一下子手指就被划破了 当时鲁班并没有感觉到疼 他只是在想 这也太奇怪了 一根小草为什么会这么锋利呢 想着想着 他俯下身子摘下了一片野草的叶子 仔细看 鲁班突然发现 这种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 用手轻轻一摸 感觉非常锋利 于是乎他明白了 他的手指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 正在沉思当中 鲁班突然又发现 有只大蝗虫正浮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 那虫子的两颗芽也是锋利无比 一开一合 很快就能吃掉一大片野草 此时鲁班的好奇心大忌 他又抓住了这只蝗虫 仔细观察起他的牙齿来 不看则已 这一看 鲁班又发现了与野草叶子类似的细齿结构 原来 蝗虫正是靠着这些小细齿来咬断了草叶 看着手中的野草叶子和蝗虫 鲁班脑中突然是灵光一闪 他想 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 不是同样会很锋利吗 砍伐树木就会容易得多了吗 于是他马上下山回到家中 利用大毛竹做成了一条 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 然后他到小树上去做实验 结果不同反响 没用几下就把树皮拉破了 再用力拉几下 小树干就被划出了一道深钩 见到这个情景 鲁班非常高兴 可是没高兴一会儿 他又陷入了沉思 原来鲁班也发现了竹片的弱点 竹子比较软 强硬度比较差 不能长久使用 只拉了一会儿 小锯齿有的就断了 有的就变钝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影响了砍伐树木的速度 使用的竹片太多 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看来这竹片 不适于作为制作锯齿的材料 应该寻找一种强度硬度 都比较高的材料来代替它 鲁班想了想 突然一拍脑门 用铁制成锯齿形状的片子 不就可以了吗 他立即请来铁匠们 帮助他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 然后他带到山上去实验 就这样 一种新的工具被发明了出来 鲁班和徒弟们上山来 找到一棵大树 他们各拉住锯齿的一端 你送我收一来一往 不一会儿就把树给锯断了 从此之后 锯子就在木匠之中传播开来 后来又被老百姓广泛地使用开来 鲁班正是因为 有对事物强烈的好奇心 和他对生活当中 一些微小事件的观察 思考和钻研的态度 才能产生出创造性的发明 鲁班虽然发明了许多 对人们生活有益的工具 可是他也难免会做出一些 可能危害他人的事情 这话还要从一次 鲁班和莫子的辩论说起 话说有一年 鲁班从鲁国来到了楚国 帮助楚国制作兵器 当时各国都在相互征伐当中 兵将们发现 要攻打一个国家的城池 最难的就是如何突破 那又高又大的城墙 鲁班来到楚国的时候 正好赶上 楚国要发兵攻打宋国 楚国军臣就请鲁班 帮他们设计一种工程机械 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 鲁班发明出了一种 可以活动的高梯 云梯 有了这种器械 楚军那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等到楚兵作战时 就可以登上云梯 会见敌人城中的防御情况 而且还能凭借云梯 登上城墙 与敌人短兵相接 没过多久 鲁班发明云梯的事情 被莫子知道了 他一听说 鲁班发明了一种 用于战争的工具 心中十分不安 他就从所在的齐国 日夜兼程地赶往楚国 因为莫子在工程技术上 也有很高的造诣 但是他在政治上 却主张发展生产 反对战争 所以他对鲁班发明的 战争器械颇为不满 鲁班见到如此匆忙 赶来的莫子就问他 老先生 您从齐国赶来 不知有何赐教啊 莫子微微一顿说 齐国有人侮辱了我 我请你去帮我杀了他 鲁班闻听此言 师生说道 先生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莫子不慌不忙地说 我会送你千金作为报酬 鲁班气愤地说 为不义而杀人的事情 我鲁班是从来不会干的 莫子一听他这么说 就立刻站起来 向鲁班拜了两拜说 可是我听说你制造了云梯给楚国 楚国准备利用他去攻打宋国 这样一来遭殃的就是宋国的百姓 而宋国百姓究竟有什么罪 而要遭到无辜的杀戮呢 楚国为了争夺宋国的土地 而平白无故地去征伐宋国 这一种做法未免也是不义之举吧 宋国无罪 无故去攻打他 这就是不仁 而你鲁班明知道这些道理 却不去劝阻楚王 这又是为什么呢 莫子立席话 说得鲁班是哑口无言 但是心中却还是不服气 莫子看出了鲁班的心思 说 如果你还没有想通 不妨我们比一比 我现在制造了一些 防守城池的工具 我们现在用腰带就当作城墙 用小木片当作武器 咱们来做进攻防守的 对抗游戏如何呀 鲁班当即同意 两个人就开始了一场 模拟的攻守战 鲁班九次变更自己的 攻城武器多次出击 可是莫子每次都能 把他的进攻给化解掉 鲁班急得满头大汗 就是无法取胜 最后 鲁班把攻城汽血都用尽了 可是莫子的守城办法 依旧是层出不穷 看到鲁班无奈的样子 莫子告诉他 既然连做游戏都无法赢了自己 更不要说真刀真枪的对抗了 莫子还告诉鲁班 自己的三百名弟子 已经准备好了守城工具前往宋国支援去了 希望鲁班能够知难而退 和自己一同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鲁班看到莫子确实高出自己一筹 而且他对自己的作为也有些后悔 后来他就接受了莫子的劝告 最终 楚王也了解到鲁班和莫子所做的模拟战争的结果 他也感到恭送没有全胜的把握 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次不义之战 我之所以给大家讲鲁班与莫子的故事 是要说明在春秋末年 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这时期的手工技术的发展 奠定了古代中国手工业技术传统的基础 而这些技术其实就是首先运用在军事领域 然后才向民间普及的 这也是历来新技术产生与发展的规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三集 变法之罪 当历史跨入战国时代的时候 时间的坐标已指向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末期 这个时候 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 百余家诸侯病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战国初期只剩下了二十多个诸侯国 其中以秦楚齐卫赵寒烟 这七国最为强大 战国时代 由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 各国为了在频繁的战斗当中利于不败 纷纷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变革 变法运动就这样 在各国之中此起彼伏地进行着 这一集我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各国的变法之最 首先来说最早的变法 在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中 最早迈出这一步的是魏国 这个时候 魏国在位的国君是魏文侯 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 在位期间李贤夏氏布居一格匠人才 前后任用了李亏 岳阳 吴启 西门豹等闲人 开启了战国时代各国朝贤阳世之风的先河 据说李亏是孔子弟子补子夏的学生 但他后来又别开天地另立一门 成为战国初期法家的创始人 魏国建国一时 魏文侯便任用李亏为相主持变法 在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之后 李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他废除了是清是露的官决是习制 选贤任能 对于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 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绝路享有特权的人 剥夺其官职和俸禄 把这些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其次他主持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法经 该书分为盗贼求补杂具六篇 以此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在此他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 允许自由开垦土地 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 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 充分利用空间来扩大农副业生产 从而为国家增加财富 第四 他大力推行平敌法 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 在丰收年的时候 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 保证粮价不至于暴跌 遇到荒年的时候 政府再以平价出售 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 以此来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 保护农民的利益 第五 改革军制 为了保证国家常备武装的来源 实行武族制 中选武族者免出全家谣役 并奖给田宅 这有力地加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 理亏变法 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国力日益强大 能够蹊破强秦 南设楚国 威震中原 成为战国初期首个强盛的国家 再来说一个最不尽人情的改革家 在魏文侯招纳的各色人才之中 有一个魏国人叫吴奇 他个性刚毅 处世不拘礼法 在年轻的时候 吴奇曾到鲁国 拜孔子的弟子增身为师 在学习的日子里 吴奇昼夜苦读 百学不厌 增身看到这个学生如此好学 心中是十分欢喜 后来 齐国大副田居出世鲁国 增身便将吴奇引荐给了他 田居也十分喜欢好学有志的青年 便将女儿许配给了吴奇 一转眼 吴奇在鲁国学习六年有余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家一次 增身便问吴奇说 你离家远游 却没见过你回家一次 你心里如何能够安心呢 吴奇对老师说 老师啊 您有所不知 我曾向母亲启示 不能求得功名 不能得到荣华富贵 我绝不回家 增身听后大为不满 他气愤地说 你可以向任何人启示 但怎么能向自己的母亲启示呢 你这是不尽人情的做法呀 从此 增身转变了对吴奇的态度 开始讨厌他 不久 魏国人有人报信给吴奇说 他的母亲 思而成疾 已经不至身亡了 吴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便仰天大哭了三声 接着就收起了哀容 又开始和往常一样 继续读书 增身见到这个情形 不尽大怒 对吴奇怒斥道 吴奇你真的太不像话了 你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 本应该立刻动身奔丧 而你却无动于衷 可见你是个忘本之人呢 俗话说 水无缘就会枯竭 树无根就会死去 人要是忘了本 那最终会怎么样呢 说罢 他起身将吴奇逐出门去 吴奇离开增身以后 又转头他人学习 过了几年 吴奇经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当上了鲁国的大夫 这一年 齐国向国填河 发兵攻打鲁国 鲁国大臣功一休 多次向鲁木公推荐 吴奇为将 抗击齐军 但是这都遭到了 穆公的拒绝 原来鲁木公虽然深知 吴奇有大将之才 但是一想到 他的妻子 正是齐国填居女儿 便顾虑重重 害怕吴奇不会 一心一意地 抗击齐军 鲁木公担心的这件事 传到了吴奇的耳中 他就暗自下了 杀妻表智之心 果真 不久之后 吴奇便杀害了 自己的妻子 带着他的人头入宫 去拜见木公 他对木公说 我有心报国 但主公您 却因为我的妻子 而对我心生怀疑 现在 我把妻子杀了 以消除主公 您的疑虑 木公见到了这样的情景 大惊失色 顿时感到 吴奇的狠毒吴情 但是考虑到 如果不满足吴奇的要求 反而会使吴奇 筑齐功弩 于是 鲁木公答应了 吴奇用吴奇 任其为将 率兵御敌 吴奇败将之后 果然打败了 来犯的齐军 不过 自从他做出了 母丧不奔 杀妻求将的事情以后 鲁国军民 都非常讨厌他 过了不久 木公因吴奇 又暗通齐国 准备将他杀掉 吴奇 这才出逃 投奔魏国 好在 魏文侯用人不移 任命他 镇守西河 吴奇也是尽力报效 立下了不少战功 可惜的是 魏文侯死后 吴奇因为参与 魏国的争权 最终被罢职了 随后 他又离开魏国 投奔 楚国 被楚 盗王重用 封为令隐 主持 楚国变法 不长的时间 吴奇便将 楚国 治理了井井有条 国力迅速上升 终于在一次大战当中 楚国 打败了魏国 一下子 威震了 中原各 诸侯国 而可悲的是 吴奇虽然 智楚 有方 但是也得罪了许多 楚国贵族 楚 道王死后 吴奇便失去了支持 最终被楚国贵族 射杀而死 最后 再来说一个最富戏剧性的变法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之一 但是因为地处北边 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变 所以呢 燕国早期发展线索并不清晰 但是进入春秋时代以后 燕国与中原各国开始交往频繁 到了战国初年 已经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北方大国 不过 燕国的变法改革比较晚 到了燕王快职政时期 他深感国弱民贫 于是他也想尽一切办法 来改变燕国面貌 以图国家富强 据说 燕王快深忧百姓之苦 为了能和百姓同甘共苦 他不仅自己亲自参加农事劳作 而且从不以安闲享乐为荣 由于求贤若渴 公元前三一八年 他竟然效仿传说中的摇顺善让 把国家拱手让给了相国 子之 并且把俸禄三百旦以上的大臣的官印 全部收回 另由子之任命 这个荒唐的闹剧 终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燕国国内守旧贵族 缩使燕国太子发动了叛乱 虽然子之平定了叛乱 但是内忧平息 外患又起 齐国趁机干预燕国国政 齐宣王发兵讨伐子之 最后将其杀死 弄得燕国差点亡了国 后来燕昭王即位以后 吸取了前朝教训 广招天下贤士 任用越义等人修订法令 安抚百姓 经过几年的历经图治 使燕国走上了 富国强兵之路 至此 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 也进入到了尾声 其实 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运动当中 还有许多有名的变法 没有在这一集当中一一提到 我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进一步的谈及 不过 各国变法虽各有千秋 但也不乏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 削弱事实事清和分土封侯制度 逐步建立了 以官职任免制度为主体的 中央集权制度 从而加强了各国国军的权力和地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田氏取代了江氏 成为齐国国军之后 虽然国家政治大局已定 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百姓 并不认可田氏 而在国外 鲁国魏国和三晋等国 也不断找借口来罚田氏 以至于田齐帝国之初 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国家危机 还一度出现了 诸侯并罚国人不治的局面 就在这个危机关头 公元前三五六年 齐威王即位了 他执政以后 齐国仍然是内外交困 暗号涌动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九年之久 齐威王是个有作为的国君 在位期间 他为了匡救国家 曾采取过一系列有效措施 实在 威王任用邹纪为相的同时 还启用田纪为大将 任用孙武的后代孙殡为军师 广揽人才 安抚百姓 惩治坚力 利兵默骂 使齐国最强于诸侯 齐威王治国特别注意赏罚 威王即位之初 虽然不理国事 把正事交给清大夫办理 但暗地里 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察 威服私访获取实情 在考察臣子的行为之后 威王便进行赏罚 威王召见吉莫大夫时 对他说 自从你治理吉莫 诽谤你的言论每天都有 可是我派人到吉莫视察 见到农田得到开发 百姓生活富足 官府没有积压公事 我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定 之所以有人诽谤你 是因为你没有迎合过 我左右的进城呢 于是 威王重赏了这个官员 在召见阿城大夫时 威王斥则说 自从你治理阿城 赞扬你的话 我每天都能听到 可是我派人到阿城睡察 只见到田野荒废 百姓贫苦 还有 那次赵国军队进攻卷城 你却没能前去救援 而魏国军队前来夺取我国土地 你也是不闻不问 看来那些在我面前说你好话的人 肯定是得到了你的好处 当天威王就处罚了阿城大夫 并把左右曾经吹捧过他的人 都给予了处罚 当人们听到这些事情之后 都大为震惊 从此以后 人人不再以闻过是非为荣 而是努力地为国尽忠 在很长时间里 齐国上下都能团结一心 齐国在威王的治理之下 得到了大志 先后打败了魏国赵国 迫使他们献成讲和 威还齐国土地 从此以后 有二十多年各国诸侯 不敢对齐国用兵 从上面的故事中 我们发现 齐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 主要原因在于齐国出现了 明军和贤臣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 这段历史 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时代的信息 也就是战国时代 官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演变 我们前面讲过 在西周时期 宗族和国家合一 宗族是血缘单位 也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 在这个体制之下 国家官吏只能世袭 国家的权力 也是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 来分配的 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 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 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礼崩乐坏 和诸侯做大的现象 宗族统治 在各诸侯国内 逐渐的土崩瓦解 这个时候 社会生产力也逐步提高 个体经济日益发展 也脱离了宗族的束缚 比如 外交 财政 工商管理等新的问题 不断涌现 这就需要国家产生新的制度 对其进行管理 就这样 官僚制度应运而生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新兴官僚与国军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 换取俸禄的 何则留 不何则去 官职是不适习的 所以说 战国时代 涌现出了许多 能够在多个诸侯国任职 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才 这里提到的邹记 它就是凭借才干 而登台拜相的 相是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中的百官之长 也称国相 丞相 他统领百官 总览朝政 直接对国君负责 而这时的官僚制度当中 还有将军一类的划分 这说明 战国时代官员的类别 已经有了文武之分 这一点 与西州以来的政治体制 也是不同的 那时的体制是 文武军政合一 周王室和诸侯国的 清大府文武不分 即使行政官员 也可以领兵打仗 而到了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竞相变法 逐步确立了 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 官员也有了文武之分 这种分工 其实是君主分散 大臣权力的一种方式 不仅起到了 防止大臣独揽军政的作用 也能让文武官员 相互监督和制约 这有利于国军的 集权统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五集 纪下学功 战国时代 是个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 周王朝原有的政治文化体系 受到了打击 与此同时 因为社会急剧动荡不安 不仅导致国家官学系统的衰费 而且也使得官学中的文士们 也都成了自由的知识人 在东方的齐国 为了招揽天下人才 探寻治国理论 开设了一座 纪下学功 这座学功位于齐国都城 也就是现在山东林兹济门外 大约是创建于齐桓公田武时期 也就是公元前三七四年 到公元前三五七年 并在齐宣王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 到末代齐王剑时逐渐衰弱 历经一百四十多年 据说当年学功繁盛的时候 流连于此的闲人名士 达数百千人 齐王允许他们在此不治而议论 当时各国著名的文学游说知识 多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 相互切磋辩论 这掀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大波澜 形成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规模之大 人数之多 历时之久 令后人惊叹 当时云集记下的主要学者 有孟子 荀子等等 这些学者在学术上各有所主 分属各派 主要的有道 儒 法 明 兵 农 阴阳 纵横主家 互不同属 他们也不威慑于权势 自由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百家利益各持其说 争辩求之 畏为大观 纪下学工的兴起 与齐国养世用世制度 有着紧密的关系 本来齐国就富有收览闲适的传统 田齐夺取政权之后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 扩大了礼贤的规模 专门设置了 纪下学工广招人才 历代齐王虽有闲于不孝之别 但在尊贤理事方面 却做得颇为令人称道 凡来记下的学者 都要经过齐王召见 通过问答 及对其学术水平 受惠名望 代徒多少 资历深浅等个人条件的了解 授予他们不同等级的称号 让他们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 据史书记载 纯于坤因有功于齐 被列为上京 孟子被列为克京 荀子则是三维祭酒 最为老师 最为令人羡慕不已的是 齐王还为这些自由知识人 建造了高门大巫等壮观的府邸 给予他们优厚的俸禄 比如说 纯于坤当上上京以后 齐王就赐给他千两黄金 和百余辆隔车 他的地位俨然与诸侯相同了 我们所熟知的孟子 曾多次劝说齐宣王 实行他所主张的人证 虽然他的主张 被宣王认为不合时宜 但是他仍然享受着 优厚的物质待遇 每次孟子出门时 都有数十辆车 和数百人跟随左右 排场只能用阔气来形容了 可见齐王将这些世人 视为瑰宝 把他们看成是光照千里的人物 讲到这儿 我们来说一则 齐威王发现人才 明辨人才 还重视人才 把人才比喻成 国家宝贝的故事 有一年 威王与魏惠王到郊外一起打猎 威王问道 大王可有什么宝物吗 齐威王说 并没有 威王不解地说 像我这样小的国家 还能有像夜明珠 装饰起来的车子之类的宝物 怎么齐国这样的万圣之国 会没有宝物呢 齐威王微微一笑地说 我眼中的宝物 与您眼中的宝物不一样 我有个大臣叫坛子 被我派驻南城 楚国人知道以后 就不敢向前来犯夺掠 而似水之兵的十二个诸侯 也都会来朝拜 我还有个大臣叫叛子 我派他镇守高堂 那赵国人就不敢到 东边的黄河里来捕鱼了 这些人比起那些宝物来 你看如何呢 威王听了这些话 心中惭愧 不久就败幸离去了 威王与齐威王比赋 他将一些宝马乡车 看成宝物 而威王却将人才 看作是无可比拟的 宝贵财富 所以齐国能够吸引天下名士 分聚踏来 终能强盛 古时候 人们有一种认识 就是说 齐人尚智变 多权诈 这似乎与现在人们称 山东人质朴 实在豪爽之说 大相径庭 应该说 这是齐地风俗 古今的一大变化 司马迁也在史记中 对齐国民风 有过评论 他说 齐带山海 齐俗宽缓 扩大 而足智 好议论 由此可见 即便是到了汉代 齐人风俗 智诈乔伟 去说 还是相当普遍的 社会舆论的 其实 齐人多智 好议论 的人文风尚 早在 纪夏学宫中 就初见端倪 当时 纪夏学宫 既是当时 思想家 教育家的汇聚地 又是齐王 智囊团的大本营 纪夏先生 担任 义政 顾问 智礼的职责 帮助齐国设计治国蓝图 拟定章点制度 比如 齐宣王就喜爱 文学游说之事 十分礼遇 纪夏先生 让他们 不智而议论 这无疑说明了 纪夏遗风 对齐地封锁的影响 是不应该 被忽视的 如果谈到 纪夏学宫 留给后世 最大影响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 中国古代的 尊师众教的 传统美德了 中国古代 很早就有 尊师众教的传统 从国家到民间 都给予了老师 很高的社会地位 而在 纪夏学宫的时代 这种传统 得到了更一步的发扬 前面我们讲到 齐王给予这些名士 优厚的待遇和物质享受 充分听取他们 对国家政治的建议 这就足以说明 齐国军民 对这些老师的尊重 曾在 既下学宫待过的 荀子 就把 天 地 君 亲 师 并列起来 提高到了 同样崇高的地位 他说 天地者 生之本也 先祖者 类之本也 君师者 至于之本也 他认为 是否重视 教师的地位 与国家兴衰存亡 关系极为密切 他还曾预言说 国将兴 必贵师 而重负 国将衰 必贱师 而轻负 这就是说 如果国家 能够兴旺 那么必然 是尊重老师的传统 起到了重大作用 如果国家 看上去 要衰亡了 这表明 这个国家的 尊师传统 没有得到 很好的贯者 荀子就这样 为尊师众教的 历史传统 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说 在战国时代 各诸侯国之间 总是争发不已 但是各国内部 却依然保持了 尊师众教的传统 对人才的培养和招纳 也是不遗余力 也都在政治上和教育上 强调尊重教师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 那时的人们 在观念中 才会对 尊师众教的传统美德 有着深刻的理解 由此激发出 人们对老师的爱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六集 孙庞斗志 孙斌是战国时代 著名的军事家 他的本名并没有流传下来 只因为他受过病性 所以被人们称为孙斌 这其中的病性 是剃取膝盖骨的意思 现在我们能够了解的情况 只知道他是著名的军事家 孙武的后人 生于齐国 后来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 在齐国对魏国的战争当中 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 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关于孙斌的故事 大多与另外一个人有关 那个人叫庞娟 据说 孙斌和庞娟是同学 都曾拜鬼谷子为师 学习兵法 那个时候 两个人情义深厚 并且结拜为兄弟 后来 因为魏王招求天下贤财 庞娟为求富贵下山而去 临别之前 庞娟发誓 如果能在魏国得到重用 一定保举孙斌 以图兄弟共同建功立业 庞娟到了魏国 果然被魏王重用 拜为将军 不久 他便领兵 征讨魏国周围的小国 只得宋国 鲁国 郑国等 纷纷臣服于魏国 而且 庞娟还领兵 打败了当时 很强大的齐国 可是 后来有人 又向魏王推荐了孙斌 魏王就派人 迎接孙斌 到了魏国 拜为克卿 而庞娟深知 孙斌的才能远在自己去上 心中极度万分 于是他就失毒计 诬陷孙斌 私通齐国 结果 孙斌被魏王下了罪 挖掉了膝盖骨 并在脸上刺了字 从此 孙斌就成了残疾人 但是 孙斌身残至奸 一直并没有消沉 他为了能躲过 庞娟的暗害 就装风卖傻起来 用计 摆脱了庞娟的监视 终于有一天 齐国的大将 田济 得知了孙斌的遭遇 便及时地把情况 报告给了 齐威王 爱财心切的齐威王 当即命令 无论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孙斌救出来 为齐国效力 于是田济派人 利用初始卫国的机会 将孙斌藏于马车之下 送回了齐国 孙斌到了齐国 齐威王十分重敬他 很快就给予了重用 公元前三五四年 威王任用庞娟为将 行兵攻打赵国 庞娟领兵 一路是过关斩将 兵封直指赵国都城 邯郸 赵成侯见状 得知赵国 一时无法抵挡住魏军 就马上派人到齐国求救 齐威王本想着 要拜孙斌为主将 命其领兵救赵 但是孙斌却建议说 臣是残疾之人 若当大将 会令人耻笑的 请大王以田济将军为将 我来辅佐他 于是 韦王命田济为将 请孙斌暗中协助 为他出谋划策 田济本来要直奔 邯郸解除赵国之尾 但是孙斌劝指他说 我军远途解赵国之尾 必然会使将士们 劳累不堪 而魏军正好是以义代劳 况且赵国的将军们 都不是庞娟的对手 等我们赶到了 邯郸 赵国可能已经被 庞娟所灭了 我看我们不如 执习魏国的都城 大梁并广加宣扬 以便让庞娟得知 他一定会 弃赵而就位的 这样 我军就可以以义代劳 向机出战 那个时候的话 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田祭听罢 连连点头 就按此祭行事 结果 庞娟果然中计 当时庞娟已经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攻破了邯郸 但是魏军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突然得到了 魏都有威的消息 庞娟还来不及修整人马 立刻从赵国退兵 星夜驰援魏国 就在庞娟率部回元的途中 人马经过桂岭 遭到了齐军扶兵的袭击 原来孙并早已料定 魏军必将经死而回师 便率领齐军主力 在此设服 大胜魏军 斩杀魏军两万多人 最终 孙并以唯卫救赵之计 解了赵国之威 又过了几年 公元前三四二年 魏国又找到了借口 攻打韩国 韩国也向齐国求援 接到韩国的求救之请 齐国君臣赶忙相聚 在朝堂商议 齐威王问众臣如何救韩 是救还是不救呢 邹记起身答道 我们可先不予相救 以便让这两个国家 自相残杀 这样对齐国是有利的 而田记等人呢 则极力主张 马上救援 他们认为 一旦韩国灭亡 魏国作大 对于齐国 这是大大不利的 就在众人议论不绝的时候 齐威王见到孙并 笑而不言 便向孙并来请教祭策 这时 孙并才不慌不忙地 向齐国君臣详细地剖析了形式 他说 救与不救 我看可以先不谈这两件事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救而不救 不救而救 一听这话 众人都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孙并进一步解释说 不救 则卫灭韩 危及我国 救则卫兵 必先与我军开战 等于我们代替韩国在打仗了 韩国安危无恙 而我们齐国无论胜败 都要元气大伤 所以 我认为大王应该答应救韩 以安韩国君臣之心 这样 韩国必然拼命坚持 与卫国死战 等到他们两国都疲惫至极 我们再出兵击卫 如此一来 攻击卫军不用大力 而解救 已经快失败的韩国之危 韩国君臣 并一定会感激我们 以少出力而建功多 这岂不更好吗 齐危王君臣听后 深感孙并计策绝妙之志 于是 危王命田济为将 孙并为军师 领兵四机就韩 另外 危王派人告知韩国君臣 叫他们坚守城池 齐国不久之后 就会派兵救援的 韩国得到消息之后 果然反抗的更加顽强了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按照孙并的谋划 齐国军队再次重演 唯卫救赵 不直接援救韩国 而是去洗 魏国的首都大梁 庞涓文训 暴跳如雷 发誓要与孙并决议死战 他气冲冲地率师回国 迎战齐军 孙并看到 庞涓大军袭来 便向田济见策 要利用庞涓 求胜心切的弱点 诱敌深入 他告诉田济 齐军与卫军交战之初 只许败 不许胜 田济听后 颇为不解地问道 以易代劳 不是上次成功的战法吗 如何这一次变的策略呢 孙并小声地对田济说 将军你看 此次庞涓怀奋夹起而来 若与他正面交锋 我军即使胜利 也必然要损失重大 不如我们采用 移兵减造之法 等孙并低声地向其 说出计策之后 田济哈哈大笑 点头称事 另一头我们再来说庞涓 庞涓提兵赶回魏国 本想寻机与齐军交战 没想到齐军与魏军刚一交战 便败下阵去 庞涓见状 就督促人马拼命追击 开始的时候 庞涓发现 齐军营垒当中 有造计十万之多 很是吃惊 他心想 齐军人数众多 千万不能轻敌 追了一天之后 他又发现 齐军一下的造计 只剩五万了 这一次他大喜过望 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齐国的士兵都厌战了 已经闻风丧胆 逃亡过半 于是他督促魏军 加紧追击 到了第三天 魏军探马探之 齐军只剩下了三万个造了 庞涓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冲动 下令全军不顾一切 尽快赶过去 务必活捉孙炳 命令一下 庞涓便丢下步兵 亲率两万青旗 连夜起身 日夜兼程的追击齐军 再来说孙炳这边 他和田济 率军退至马林 见地势险要 道路狭窄 树木茂盛 觉得这是一个 设服的好地方 于是齐军便依照孙炳安排 分头设服 其间 孙炳又让人 在大陆一旁的大树上 写下了六个大字 旁涓死 死树下 然后他在附近 安排了五千个公奴手 命令他们 只要树下火把点亮 就一起放箭 这一切安排妥当 只等魏军到来了 不久 庞涓的人马就赶到了马林 这时已经接近黄昏 探马报告 前面谷口 有段树乱石堵住了道路 庞涓文听大喜 大声督促全军继续追击 说罢 他一马当先 率部队冲入山谷 近得古来 正在他继续催马向前时 忽然发现眼前的一棵大树 树上的字迹隐约难辨 而这时天色已黑 庞涓马上令人点亮火把 亲自上前辨认 等他看清楚字迹之后 庞涓深知不妙 大喊一声 中计了 话音未落 一声罗响 伏兵四起 万怒齐发 剑如咒语 顿时 庞涓被乱剑射中 一命呜呼了 马陵一战 齐国大破魏国 斩杀了魏军十余万 还俘虏了魏国太子深 从此 魏国丧失了强国的地位 国势也一蹶不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战国初年 经过春秋争霸洗礼的 各个诸侯国 都鼓足了力气发展自己 但曾经争霸西荣的秦国 反而是日渐衰落 当时 秦国内部 守旧魏族把持朝政 弄得国家是无烟瘴气 动荡不安 而与此同时 位于东方的魏国齐国 因先后变法而逐渐强盛 特别是魏国 屡屡侵犯秦国疆土 最终把秦国肥沃的西河之地 全部占领 中原各国看到秦国国事如此 再次变得看不起秦国了 甚至有的诸侯 还将他看作是 遗敌一样的国家 秦国的国君 虽然有心振作 但是做起事情来 总是力不从心 经历了几代 较为孱弱的君主之后 秦宪公即位了 他在委期间 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 把国事稍稍扭转了一些 公元前361年 宪公的儿子瞿梁继位 他就是秦孝公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 秦国历史为之一变 从孝公秉政之后 国家振继 中原各国逐渐改变了 鄙视秦国的态度 因为秦国真正的成为了一个 虎狼之国 谁招惹了他 谁就会倒大美 秦孝公即位以后 看到中原各国 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 国力大增 特别是魏国和齐国的强盛 这让他感到 如果不发愤自强 就不能振兴秦国 于是他下了求贤令 广泛征召 有才能 有见识 能使秦国强大的人才 这求贤令一传开 立刻惊动了一个魏国的没落贵族 也就是公孙秧 他就是战国中期 明正诸侯的大改革家 商鞅 商鞅严少时最喜好 行明之学 颇为崇拜 李逵 吴奇等人 他对当时的 儒 墨 盗兵 等各派学说 都有设计 所以一旦学有所成 他便开始寻找 其身之家墓 战国初年 魏文侯任用李逵变法 一跃成为中原霸主 商鞅见魏国强盛 有意识到魏国施展才华 于是他到魏国 投奔在魏像公书座门下 商鞅虽然年少 但是胸藏锦秀 才华得到了公书座的认可与赏识 只可惜的是 公书座在病危之际 特意向魏王举荐了商鞅 不过魏王未能听信其言 公书座见魏王不想重用商鞅 便对魏王说 大王 您如果不重用商鞅 就请您找个借口把他处死 若是他一旦为别国所用 必定会威胁到我们魏国的安慰 魏王听后 安慰公书座 表示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 可是他回去却告诉人说 公书座真是病糊涂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商鞅 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 最后 魏王并没有听公书座的话 商鞅就这样 躲过了劫难 公书座死后 商鞅听说 在西锤的秦孝公已经颁布了求贤令 他当即立断 收拾行囊 西行入秦 商鞅通过孝公宠臣 警监的引荐 得以拜见的孝公 孝公听商鞅讲霸王之道后 顿觉豁然开朗 于是决定 重用商鞅为秦国变法 到了入秦的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359年 商鞅逐渐掌握了秦国当时的国情 便向孝公提出变法革新 但是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 变法还没有开始实施 即遭到了秦国旧贵族的反对 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商鞅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亡 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 进一步指出 圣人治国只要能够强国 就不会拘泥于古代法令 只要立于百姓的事情 就可以不必非要遵守古代的礼制 就这样 又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经过了多次与旧贵族的辩论 商鞅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公元前356年 轰轰烈烈的变法终于是拉开了大幕 商鞅针对秦国的土地和劳动力 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和人们舍农经商的现状 下令贯彻重农政策 鼓励秦国民众专利农耕和为国征战 商鞅确立了奖励农耕和军工的方针 此后他开始改革刑法 以取得变法的法律保证 他改行不上大幅的旧法 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 他还制定了清罪重罚法 例如有人要在街道上乱气灰土 也要处于情形 这个情形就是在脸上刻字的意思 他以重刑加强了变法的权威 保证了变法的贯彻实施 对于保守势力 他进一步采取严厉打击的策略 禁止大家族聚居建立连坐之法 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屋而居 凡民有二男老礼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 这样一来便沉重打击了养着一大群吃闲饭的贵族之家 同时 新法强调按连坐制的要求 把全国立民编制起来 五家为五 十家为十 不准擅自迁居 要互相监督 互相检举 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他以此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 保证了税付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 商鞅还取消了是清是录的世袭制度 重新制定了以军功为禁忌原则的二十等决制 按照新的军功决制 不论是谁都需要建立军功才能获得决位 获决得依次定额占田才可做官 有决是良民 无决是贱民 如果奴隶作战勇敢可以自决生为良民 如果没有机会参与作战 而能努力从事农业生产 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粮食不薄 这也是军功 公元前350年 秦国变法进一步深化 秦孝公将都城迁往咸阳 在国内普遍推行限制 商鞅把许多相议聚合并呈现 全国共献41个 首长由中央委派直接听命于国君 从此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就诞生了 它既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 也削弱了贵族对政治干预的可能性 最后 商鞅又下令重新规划全国土地 把一些贵族的土地没收 用来奖励更战有功的新兴地主和农民 然后按军功绝录 重新分配 重化田界 强迫贵族和普通农民一样 平均负担国家税赋 这就剥夺了贵族的经济特权 为了保证税赋平均 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横器 统一了秦国的度量横 这些改革措施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使秦国得以富强起来 当然 在变法的过程当中 商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有一次 太子师傅缩使太子犯法 故意破坏变法 不过在秦孝公的坚定支持之下 商鞅秉公持法 为了表示对犯错误的太子的惩罚 他狠狠地惩罚了太子的师傅 以表明他们教导储君无方 有了秦孝公的强力支持 秦国的保守势力被革新势力所遏制 商鞅遍法十年 使得秦国百姓民心大悦 人们都努力为功 勇于作战 羞于私斗 从而使得秦国的民风为之一变 出现了道不时宜 山巫盗贼 国父民强的大好局面 秦国国力日渐强盛 终于能够洗前朝之耻了 于是在公元前339年 秦国出兵乏位 大败魏国 重新在诸侯国中 树立起大国的威望 但是商鞅遍法二十多年 也将秦国的宗室贵族得罪得不轻 而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公元前337年 秦孝公祖太子即位 视为秦桧文王 此时秦国旧贵族借机诬告商鞅谋反 于是秦桧文王下令捉拿商鞅 商鞅被迫逃亡到了边境 想投诉驿馆 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 旅客住店要有官府凭据 客店不能收留 没有凭据的旅客为由予以回绝 走投无路的商鞅不禁感叹 自己竟然也会被 自己所制定的法令所害 落得个作茧自负的可悲结局 其后他转而投往魏国 但是魏国军民对他恨之入骨 不仅聚其入境 还逼迫他返回秦国 无奈之下 商鞅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 准备调集兵马与反抗 但是在秦军的进攻之下 他终于是寡不敌众 兵败被俘 最后他被处以无马分尸的车列之行 秦国变法对于商鞅个人来说 虽然他推行了战国时代 最成功的变法运动 但是自己却落得个 惨遭车列的下场 这当然是不幸的事情 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 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 并不能被后来的秦王所废除 商鞅虽然死去了 但其法未败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 日益发展成为 国治而兵强 地广而主尊的强国 进而为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 奠定了基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八集 胡福奇社 在公元前三二六年的时候 一位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 留下赫赫威名的国王 登上了赵国国君的宝座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 他就是赵武陵王 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赵武陵王既为之初 他所面临的形势十分凶险 国家被齐 中山 燕 林湖 东湖 秦 汉 魏等诸侯国 或少数民族部落包围着 当时的人们就用四战之国 来形容赵国的地缘政治 可见那是赵国形式的险恶程度 特别是那些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 他们经常骑着快马 穿着紧身衣服 手持轻便的进攻 能够驰骋自如 像旋风一般的侵入赵国 呼动呼吸 烧杀抢掠 而赵国军队 却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 这样的局面持续了很久 也严重地破坏了 赵国边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所以为了能够取得长久的安定 赵国不得不与周边游牧民族 进行频繁的战争 在交战过程当中 赵武林王发现了 中原国家与游牧民族的 作战方式不同 中原各国的传统战车方式 和穿着宽袍大袖的将士们 在平原作战时 还比较得心应手 但是与敌人在山地或秋陵地带 发生冲突 则处处置走 十分不便 同时 中原各国的作战方式 还保持着步兵与战车兵 协同作战的传统阵法 即便是有骑兵驻阵 也大多与其他的兵种混在一起 很不利于指挥 尤其是当敌我双方在交战的时候 往往不如游牧民族的骑兵那样灵活激动 赵武林王就在实战当中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便下定决心 学习胡人的短衣装术 与骑射战术 有一天 赵武林王召来他的大臣 楼环和肥义商议 二人很赞同这一主张 在改革派大臣的支持之下 赵武林王对改革服饰和军事制度的想法 逐渐地开始向实施的方面转化了 不过 胡服骑射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改革措施 这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一风一俗的改革 更是中原农耕文明向游牧文明的学习 进而更新传统观念的编革 因此 在这个改革即将贯彻实行的时候 就在朝廷内外遇到了很大阻力 不但有百姓表示不会接受 而且 赵国朝廷内的一批贵族官僚 更是抱着很大的抵触情绪 赵武林王再次找来肥役商量 他问道 看来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赵国的风俗 真是一件难事啊 你看 如此多的人都表示反对 寡人究竟该怎么办呢 老陈肥役坚定地说 大王 我听说一世无功 一行无名 讲究大德行的人不符合世俗成见 能够成就大工业的人不与一般俗人商议 愚笨的人在事情成功之后才能明白 而聪明的人在事前就能有所预测 所以要办大事就不能犹豫 犹豫就办不成大事 大王既然认为这样有利于国家 何必怕大家讥笑呢 赵武林王听了很高兴 说 我看讥笑我的都是些蠢人 明里的人都会赞成我 果然第二天 赵武林王自己就穿着胡人的服装 上朝来见大臣们 而那些保守的大臣见到 他短衣窄袖的穿着都被吓了一跳 这其中以赵武林王的叔叔公子成 和赵文周少等人为首的贵族官僚 抱着寻法无过修理无邪的传统观念 对赵武林王的所作所为 表示公开反对 以至于后来 公子成竟然称极不朝 看到国君的叔叔都这么反对胡服骑射 大臣们就更不愿意穿戴胡服了 一时之间朝内朝外 对于改革是怨声四起 可是赵武林王也是吓得决心的 非实行改革不可 他知道要推行这个新办法 首先要做通他叔叔的思想 他亲自上门拜见公子成 跟他说 叔叔啊 服装是为了便于使用的 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的 你看这世间的所有事物都在变化 那人怎么就不能变一变呢 我穿胡服上朝 希望叔叔也穿上他 您想想 家听于宗 国听于君这句古话 这样的大道理 您肯定会明白的 现在叔叔您不穿胡服 天下人笑话的不是你我二人 而是会笑话赵国王室不团结 治国以利民为本 希望叔叔要顾全大局啊 就这样 经过反复的讲 穿胡服学骑射的好处 公子成终于被说服了 也跟着赵武林王穿起胡服来 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起胡服来 都没了话说 只能跟着改穿胡服了 公元前307年 赵武林王看到条件成熟 就正式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 过了没多久 赵国人不分贫富贵贱 都穿起胡服来了 有的人开始觉得有点不习惯 可是后来觉得穿了胡服 实在是方便了很多 紧接着 赵武林王又号令大家学习骑马射箭 不到一年 他就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赵武林王的胡服骑射的效果 可谓是立竿见义 公元前306年 赵国北宫中山西略林湖 四年再罚中山 最后灭亡了中山 解除了赵国的心腹之患 自从军事改革以后 赵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加强 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 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原的军事强国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 赵国对秦国的战争不仅取得了反败为胜的结果 而且还对那些北方曾经侵略过赵国的游牧民族给予了足够的威慑 赵国军事改革之后 秦齐等大国也争相效仿 随着中原各国对骑设的进一步接受 马匹逐渐用于骑成 而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 促进了各地之间 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可以说 赵武林王的胡福骑设 促进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第五十九集 六国风向 在战国时代 各国之间的联盟与征伐 常常是变来变去的 今天还是朋友 明天可能就反目成仇了 历史上习惯称这种多变的结盟关系 为合纵与连横 公元前三二四年 魏赵 中山五国 地界盟约 相互尊望 想要和秦国 齐国 楚国等大国相抗衡 首开 合纵之先河 公元前三一八年 为了与日渐强盛的秦国抗衡 魏赵 韩燕又与楚国联盟合纵抗秦 秦国为了消除六国威胁 则以连横之策相应 合纵与连横相持多年 许多策士奔走于各国之间 往来游说 其中 有个名叫苏秦的人 在这场国与国 人与人的相互博弈当中 脱颖而出 成为文明天下的纵横家 据说 苏秦早年在外游历多年 穷困潦倒 无以为生 于是 他狼狈地回到了家里 对于他的归来 他的兄嫂弟妹 甚至是自己的妻子 都私下里讥笑他 说他不安分 只图卖弄口舌 所以才沦落到如此地步 真是活该 苏秦听了这些话 暗自惭愧 好长时间是闭门不出 把自己的藏书 全都阅读了一遍 书读完了 苏秦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一个读书人 既然已经从师受教 埋头读书 可又不能凭借他 获得荣华富贵 即使读的书再多 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他便潜心研究 阴符 下了整整一年的功夫 终于发现了 诸侯国国君 所期望的治国之术 于是他再次辞别家人 往秦国去了 当时秦国正好是秦惠文王执政 苏秦拜见了惠文王以后 就向他建议说道 秦国是个四面山关 显固的国家 为秦山所环抱 渭水如带横流 东有关河 西有汉中 南有巴蜀 北有带马 这真是个 显耀且富饶的天府之国啊 如果大王能凭借着秦国众多的百姓 把士兵训练得精良有素 就可以吞并天下建立地业 而统治四方了 他滔滔不绝地 给秦王讲了自己 为秦国设计的 称霸天下的策略 可是那时的秦会文王正因商鞅之事 而迁怒于那些能言善辩之事 所以呢 他一开始就不太喜欢苏秦 更别提听他说大道理了 秦王认为 秦国还没有到可以称霸天下的地步 不宜轻动 所以他最终没有采纳苏秦的建议 苏秦见自己在秦国不能被任用 便离开秦国往东而去 途经赵国 本想在赵国一世身守 可是赵国国君也不喜欢苏秦 无奈之下 他只能碰壁而归 但是苏秦并没有灰心 他继续前往燕国以图发展 他在燕国等了一年多的时间 终于有机会拜见了燕文侯 他向燕文侯建议说 燕国东边有辽东各族 北边有林湖楼帆等族 西有云中九园 南有溢水 兵墙马壮 粮草充足 燕国卧野千里 国富民墙 况且南有赵国为屏障 这真是上天赐给大王的天然屏障 大王应该与赵国联盟对抗强秦 这里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和燕国相比 秦远而照进 秦国如果想攻打燕国 必须从千里以外而来 而赵国要攻打燕国 就像是在百里以内的地方作战一样 所以说 一个君主如果不忧虑百里以内的祸患 而特别重视千里以外的敌人 那可再没有比这样的想法更加错误的了 因此希望大王能够与赵国合纵相亲 同时把其他诸侯连成一体 西域强秦 那么燕国以后 一定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苏秦一番高论之后 燕文侯是频频点头 然后对他说 先生 您说的当然不错 我燕国西边紧靠着强大的赵国 南边又与强旗接壤 这样看 合纵肯定可以保我燕国无忧 这样的话 就请先生帮我联络各国 寡人愿意倾国相从 于是在燕文侯的赞助之下 苏秦再次回到赵国 这一次苏秦见到了赵国的赵宿侯 他为宿侯分析了赵国形势 他说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莫过于是百姓生活的安宁 国家太平 想要获得这样的结果 根本在于选择邦交 邦交选择得当 百姓就能安宁 邦交选择不当 百姓就会遭受离乱之苦 而赵国 东有齐 西有秦 都是一等一的强国 您和谁结盟都会引来战争 而使得国家遭受战乱之苦 不过我有一计 如果您能听我的忠告 不久 燕 齐 楚等国都会讨好赵国 到时候您的功绩 就可以与古代帝王相媲美了 赵宿侯听得兴起 拉住苏秦 请他继续分析 苏秦接着说 现在如果大王和秦国结盟 那么秦国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 去削弱韩国魏国 如果和齐国友好 那么齐国也会利用这种优势 去削弱楚国 可是韩魏两国一旦被他国征服 而楚国一旦被削弱 赵国可就是孤立无援了 我曾考察过天下大事 发现各诸侯国的土地五倍于秦国 士兵总和有秦国的十倍 假如六国能结成一个整体 同心协地向西攻打秦国 秦国就一定会被打败 但是如果赵国向秦国称臣 灾祸就会降临到赵国头上 您想一想 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 让别人向自己称臣 和自己向别人称臣 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眼见肃猴有所触动 苏秦进一步说 我看不如使韩魏 齐楚烟照 结合一个相亲的整体 来对抗秦国 到时候 秦国一定不敢从韩古关 出兵东晋了 这样大王您的霸业就成功了呀 听到这儿 苏侯起身打败苏秦说 寡人愿意听从先生的 能使赵国长治久安的策略 寡人也愿意诚恳地资助先生 帮助赵国游说各国 以合纵抗秦 于是赵国也送出了财宝车马 给苏秦 请他游说各诸侯国加盟合纵 就这样 苏秦又先后来到 韩国 魏国 齐国和楚国 游说合纵的好处 各国诸侯都十分欣赏 他的合纵策略 都表示愿意联合起来 对抗秦国 不久之后 六国组成了合纵联盟 约定秦公一国 其他五国各处精锐救援 如果有一国先背叛盟约 其他五国则共同讨伐这个国家 苏秦因为游说六国合纵成功 而被六国任命为相 佩戴六国相业 担任纵约长 在游说六国合纵期间 苏秦唯恐秦国 抢先攻打赵国 迫使赵国与秦国结盟 而破坏了合纵 为了能够保障 合纵的顺利实现 苏秦还特意设计 促使自己的同学 辩使张仪投奔秦国 去阻止秦国 发动战争 相传苏秦挂六国相印之后 张仪去见苏秦 要求与之共事 苏秦冷落张仪 对他冷嘲热讽不予收留 张仪是满怀希望而来 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 在受到侮辱之后 张仪一怒之下 便投往秦国去了 张仪吸去秦国 果真受到了秦桧文王的重用 在秦国做出了一番事业 公元前三二八年 张仪正式出任秦相 开始实行连横战略 以破坏六国联合抗秦的态势 苏秦创合纵之法 游说六国合纵抗秦之后 张仪则施连横之术 游说六国亲近秦来拆散合纵 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一同导演出了一幕 战国末期群雄混战的大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话说上下五千年》 作者李学琴 演播苏朋友态度 在那个乱云飞渡 冰火连绵的合纵连横之战中 秦国的不断强盛 给其他各国造成了严重威胁 可是在合纵的国家里 比较强大的齐国和楚国 也同样给了秦国很大的威胁 于是秦国千方百计的 要破坏齐楚联盟 而能够承担起破纵任务的人 就是张仪 公元前313年 张仪为了实现连横的战略意图 便向秦王请命 自己亲自前往楚国 开始了离间齐楚的游说 张仪到了楚国之后 首先收买了楚国的权贵 晋尚 然后利用他的关系 取得了楚怀王的信任 随后张仪便开始离间齐楚关系 他对楚怀王许诺说 如果楚国能够与齐国断绝关系 秦王就会把伤于六百里的地方 献给楚国 并与楚国结盟 这样 楚国就不仅可以结好于秦国 而且可以削弱齐国势力 同时又能获得伤于之地 可谓是一计三计 楚怀王听张仪讲的眉飞色舞 就十分高兴地应允了他 楚国大臣们也都昏昏然地 向楚王敬赫 满朝上下一片欢喜之声 不过楚国也有明智之事 当时楚国大臣陈枕对张仪的意图非常清楚 他劝怀王不要轻信张仪所言 以防被秦国欺骗而失去了盟友齐国 但是楚怀王早就被张仪的花言巧语 所迷惑 有利欲勋勋 根本听不见陈枕的意见 还竟然把楚国的象印交给了张仪 随后他一面派人去齐国宣布断交 一面派人跟张仪去接收土地 张仪在完成了基础之策之后 就返回了秦国 为了避开楚国派来索要土地的使臣 他先是称病 连续三个月不上朝 而秦王也借着这个理由 一直搪塞除使 根本不提割让伤余之地的事情 楚怀王认为 这是他和齐国断交不彻底的原因 就派人到齐国当面辱骂齐王 齐王大怒就和秦国和好了 就这样 又过了许久 张仪才出见楚国使者 告诉他 当时许诺给楚国的是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之地 他还讥讽楚国使者说 显伤余地给楚 哪有这回事啊 是楚王听错了吧 秦国的土地 哪里能够轻易地送人呢 当楚国使者垂头丧气地回报 楚怀王之后 怀王暴跳如雷大骂张仪 在盛怒之下 他一心只想着报复张仪 立刻派出兵马攻打秦国 结果公元前312年 秦楚战于丹阳 而最终失败的还是楚国 楚军有八万多人战死 最不幸的是 楚国不但没有得到伤于 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汉中郡 失去汉中之后 楚怀王更加气恼 他再次调集军队 重新组织反攻 一直打到秦国的蓝田 但是因为孤军深入 遭到了秦国的猛烈反击 这时韩魏两国也趁火打劫 让楚国是腹背受敌 楚军又一次大败而归 秦国取得了汉中 不仅加强了本国 关中和巴蜀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 解除了楚国对秦国的威胁 从公元前三二八年开始 张仪运用纵横之术 游说于魏楚汉等国之间 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或为秦拉拢 或使其归附于秦 或使拆散其联盟 使其力量削弱 可以说 他为秦国的强大 和以后的统一中国 立下了汉麻功劳 公元前310年 张仪病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